都市觉悟一神 第四百五十集 想不到萧尘竟然得到了这个天洁 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 得到了这个情洁 就意味着万语魔神未来会和他在一起 不然就无法渡截 而万语魔神必然会给他各种各样最好的东西 这一瞬间 无数人都开始羡慕起萧尘来了 而萧尘则是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要什么情节呀 他要鸿蒙图 不知道比起那个万语魔神要强大了多少倍 他根本不需要对方给自己提供各种帮助 相反的 他还要帮助对方渡截 自己已经有老婆了 怎么可能会选择帮助对方渡截 而且还是情节 这简直是荒谬至极 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诸位长老纷纷上前朝着萧尘鞠躬行礼 先生 这一幕不知道献上了多少旁人 要知道那可是几位万语魔神殿的长老啊 他们的实力何其强大 他们的地位何其尊崇 天下却齐齐给萧尘鞠躬行礼 这份待遇是多少人可玩不可求的 萧尘略一皱眉头 你们不必这么快给我鞠躬行礼 我并不想做你们魔神的情节 我和他从未见过 自然也不会和他有任何感情 众人的脸都忍不住狠狠抽搐的一项 萧尘这是疯了吗 他竟然连这种好事都拒绝 要知道 一旦成为了万语魔神的男人 他的前途将是无法估量的 而且能够得到一个实力又强 长得又漂亮的老婆 难道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萧尘的这一波操作 真的让人十分看不明白 而对于萧尘来说 其实则是想得很明白 他不需要万语魔神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哪怕这个好处再大 同样他也不需要万语魔神 那样的强大又美丽的妻子 他已经有了柳盈轩 两人是真正患难与共过来的 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 九长老则是立即上前开口道 萧尘 不可胡说八道 这可是万语魔神大人给你的恩赐 你怎么能够拒绝呢 萧尘脸色淡然的 我已经说了 我不喜欢他 也不会接受他 更不会和他谈恋爱 你们就不用再过多地劝我了 没有用的 我不会答应的 众人悠悠疑谈 大长老则即开口道 罢了 此刻魔神大人正在闭关修炼 我们就算是在这里争吵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还是等魔神大人出来再说吧 在这之前 萧尘 你绝对不能离开我们大都 否则的话 你可不要怪我们不讲一丝情名 不过你可以放心 因为你在这里 我们不会对你做任何不公平的事情 萧尘颇为头疼 他本来就是想来注册一下 然后就可以回到银河系继续好好修炼的 结果没想到居然遇到了这种事情 这让他还咱们离开这里 而且 那个万语魔神 要是出来了 岂不是很有可能会对他做什么 这下子麻烦是有些大了 不过看周围那么多的高手 萧尘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轻易地离开 只能悠悠一叹 点了点头 行 我知道了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回去了 辞别了诸位长老 萧尘跟随墨语等人回到住处 墨语等四位沙神 一路上仍旧忍不住劝解 即便是到了大门口 也还在劝解之中 萧沙神 你可要好好想清楚呀 那是万语魔神大人 做他的男人 你是百分之百只赚不亏呀 对呀 萧沙神 你就这样拒绝的话 实在太过可惜了 萧沙神 女人哪里都有 您又何必为了一棵参天大树 而放弃了整个森林呢 萧尘脸色淡漠的 森林再大 不是我的我终归不要 大树再小 那也始终是陪我走过风风雨雨的 能够陪伴一生的存在 听到这句话 众人纷纷忍不住叹息 太可惜了 萧尘这样做 就太可惜了 萧尘完全没有去想他们怎么想 辞别了一生 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萧尘 你回来了 柳迎轩第一个迎接上来 脸上所有的期待都化作了欢喜 就仿佛一个在家等候已久 看到丈夫归来的妻子 这让萧尘倍感温暖 你还好吗 我很好 他们仆人都很懂事 也很和气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一直都在努力修炼 现在 我也达到了更强的实力了 萧尘点了点头 不过随即却有一些心疼 傻丫头 你其实不必这么辛苦的 柳迎轩甜甜一笑 我当然要努力了 这样才能追上你的步伐 才能够一直陪你 傻瓜 萧尘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这才是自己的妻子 她不如那个万语魔神 但是她会以自己为中心 做什么都是想和自己一起 她的心在自己的身上 云轩 今天 我有一件事情想要和你说 嗯 你说 今日 我去参加了万语魔神殿的测试 萧尘毫不犹豫地 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和柳迎轩说了一遍 柳迎轩听完 不禁眉头一皱 这个万语魔神 怎么可以这样 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萧尘也是忍不住开口头 的确 只不过我们两个现在实力 相比较起来 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 所以短时间之内 我们两个暂时还是不要激怒他们 好 那我们赶快开始修炼吧 柳迎轩刚刚想拉着萧尘进入宫殿开始修炼的时候 下一刻 门外陡然传了一声高呼声 欲望沙神殿 来先述招式一份 前来看望萧沙神 九幽沙神殿 待一夜七品灵精 前来探望萧沙神 萧沙神 我等是前来拜见您的 一位又一位的老牌沙神 此刻仿佛是提前商量好的一样 纷纷朝着萧尘这边赶过来 他们的到来 让萧尘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跟这些人 他可是都不认识 不仅仅是不认识 之前在注册登记的时候 他还得罪了一大部分沙神之境的强者 可以说 现在呢 他和这些人只会有仇 绝对不会有好关系 可是为什么这些时候 这么多人会一起来到这个地方 莫非 是因为自己成为了 万语魔神的情节 我出去看看去 你先在这里等着我 好 萧尘辞别柳云轩 让他在这里等着 才自己快步走到外面 莫于等几位沙神都在外面 等着这些人 因为来的人太多了 礼物也太多 他们可不敢轻易地放别人进来 弄差了 他们可担当不起 萧尘来到众人跟前 诸位沙神 当即来到萧尘的面前 朝着萧尘接起鞠躬 见过萧沙神 参见萧沙神 虽然大家同样身为沙神之境 但是此刻 萧尘的身份已经是水涨船高了 人家现在可是万语摩神大人未来的男人 再加上萧尘的天赋实力 未来萧尘的实力绝对不低 无论是从地位上还是实力上 萧尘都是一个巨大的潜力股 这个时候过来投资 萧尘绝对是十分划算的 萧尘略皱眉 叹息一口气说道 你们其实不必如此客气 我并不想做魔神的情节 所以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来讨好我 若是愿意 大家做个朋友即可 众人彼此相识一眼 苦涩一笑 你这话说得跟开玩笑似的 魔神大人的情思 已经被你拿到了 这情节还能随便换的 恐怕就算是你不愿意 魔神大人吼气 也会想办法让你做他的男人 你是他碗里的鱼肉 跑都跑不掉的 不过众人心里清楚 也不会在这里吓唬萧尘 这是万语魔神和萧尘之间的事情了 他们可没有资格管得着 好好好 萧沙神台 愿意和我们做朋友 这自然是我们的荣幸 对对对 萧沙神啊 这些礼物都是我们的一些小心意 补成定义 还请您收下 面对众人的客套 萧尘实在不好推辞 只能点头答应 收下礼物 并拱手道谢 等到送走了众人之后 墨渝等几位沙神也纷纷上前了 恭贺萧尘 萧沙神 恭喜恭喜啊 萧尘摇了摇头 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几位老哥 就不要在这里打去我了 你们应该都清楚 我有妻子的 黑冰龙开口道 萧沙神 其实你不妨考虑一下的 万语魔神大人 可不仅仅是实力强大至极 同时他的容貌 也是敬为天人 没有几个女人能够比得上 只要你看了一眼 保证你会流量忘返 忘不掉他呀 萧尘淡笑着摇了摇头 女人再美 不如一个知心的 我和我妻子一路走来 共患难不知道多少次 所以我是不会因为美貌和实力 就抛弃她的 哪怕对方是万语魔神 龙皇沙神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哎 真是难得啊 像萧沙神这种人 怕是已经很难找了 真爱难去 我祝福你 但未来万语魔神大人 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萧尘点了点头 嗯 这我知道 我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得到万语魔神的情思 眼下我还和三长老有约战 所以我想知道 在万语魔神大都 有没有适合修炼的地方 哦 对了 你不说这个 我们都差点忘了 九长老让我们告诉你 近近的一批杀神高手 人数已经达到了 魔神遗址即将打开 你有没有兴趣去参加一下 魔神遗址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我们万语魔神殿 历代魔神陨落的遗址 而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机缘 不过也存在很多凶险 你若是愿意的话 明日可以随他们一块去修炼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因为魔神遗址 只有在杀神之境 达到一百位新人的时候 才会开启 你这一次是敢巧了 最近杀神出来的比较多 刚刚好够一百位 已经达到了开启魔神遗址的条件了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愿意过去 行 我马上帮你报告一下 你的家人 你准备留在这里吗 他们可没有办法进入那种地方修炼 那有为魔神殿的规则 放心吧 我带着他们 但我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可以让他们在里面修炼 不会违背魔神殿的规则 好 既然如此 我们就放心了 辞别了墨宇等人之后 萧辰回到住处 和柳云轩 萧子怡 以及师父 贪狼 各自说了一遍之后 萧辰便将柳云轩和萧子怡 收入了自己的小世界之中 而师父和贪狼 则被收到了九州神顶之中 只等第二天 萧辰进入万语魔神殿 另一边 魔神殿一脚 一处星球之上 几道身影 也是悄然没入了一处宫殿之人 三长老 您找我们 几人来到之后 飞速跪倒在地面之上 前方座椅上坐着的 赫然是三长老 此刻他的脸色 已经阴冷到了极点 那个小子 已经通过了注册 而且还得到了 万语魔神大人的情节 唉 以后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 下跪几人 彼此相识一眼 眼神之中都忍不住流露出一抹忌妒的神索 三长老继续开口道 萧尘一旦发展起来 将会严厉打击我们这一派系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你们觉得呢 三长老说得对 您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三长老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还算你们有些良心 老夫没有白白培养你们 明日就是进入魔神一季的时候 到时候萧尘也会进去 你们也同样会进去 在进去之前 本长老会把自己的力量提升到极致 然后你们只要在那个遗迹里面杀了萧尘 一切就万事大吉了 众人列为皱眉 三长老 杀他我们倒是不怕 死我们也不怕 只不过我们要是杀了他 一旦让魔神大人知道了 查到了我们 那以后咱们整个派系 岂不是都要遭殃啊 对啊 三长老 您可要三思而后景啊 都市觉悟一神 第四百五十一集 你们怕啥 眼下魔神大人正在闭关修炼之中 短时间之内 他是不会出来的 甚至乎 他连自己的情节是谁 都不可能知道 你们只要毁尸灭迹 他就不会发现线索 而且 魔神遗址之中 本来就是凶险万分 根本不用惧怕 这些事没有人能够查得到 三长老英明 既然如此 那就交给我们好了 这是增援的 可以帮助你们提升实力 还有一枚爆裂的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大幅度提升你们的能量 但是之后 你们也会暴力而亡 慎重使用 我们的前途 全看你们的了 三长老放心 我等一定 不会让您失望的 第二日 当消神随着酒 上水 这个地方距离魔神殿并不近 属于大多的边缘郊区地带 虽然距离魔神殿很远 但是魔神殿的人 却丝毫不用害怕 他被人抢走 或者有人偷偷进入其中 要知道 这可不仅仅是有着 现任万语魔神布置的阵法 同时 其他前任魔神的能量 也都充斥其中 一旦有外人进入 哪怕对方是万语魔神 进入其中 也未必能够轻易地退出来 远远看过去 虚空之中张开了一个大口子 不算太大 大概只有一座飞机场大小的程度 放在宇宙中 和诸位杀神的面前 这自然是算不得什么 不过 还未靠近 消沉就已经能够从中 感受到一股令人心悸的气息 强 非同一般的强 即便是他有史以来 已经见识过很多强悍的地方 但是此刻 面对这个地方 他仍旧感觉到 非同一般的强悍 那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气势 仿佛连他都能够碾压一般 不过这种地方 也正是消沉所需要的地方 一百位新人杀神 全部都齐聚一处 其中 也包括那一位司徒情侣 他们来到这里之后 其中不少人的目光 都是直逼着消沉 这几日 消沉几乎是站进了风陀 一时无二 无论是最强的天才也好 还是拿到万语魔神的情节也罢 消沉现在都是数一数二的红人 这其中的目光 有对消沉的羡慕 也有对消沉的嫉妒 有些人想要讨好消沉 也有些人 眼底流露出一抹狠毒杀意 总之千奇百惯 更有不同了 对于这些目光 消沉也能够理解 所以根本就懒得多说什么 负责进入其中的 同样也不是别人 而是死长了 也算是和消沉有一面之缘了 看到消沉他略微一笑 消沉也是略微点头 以示回应 随后他则是冲着赛场 众人忍不住开口头 你们都是我万语魔神殿 未来的栋梁之才 今日你们能够进入其中 也算是你们的一番大机缘 希望你们进入其中之后 能够团结互助 一起找到更多的机遇 帮助你们在未来 获得更多的资源 好了 话不多说 时间珍贵 你们进去吧 话落 四长老直接打开入口处的阵法 众人朝着四长老拘了一躬 便排队进入其中 进入了这遗址里面 众人才看到 这里面完全不是那种星空模样 而是有山有水 白雾弥漫 仿佛一处仙境一般 好浓郁的灵气啊 不愧是诸位 万语魔神圆寂的地方 光是这股子浓郁灵气 就比起万语魔神殿之中 还要强盛 司徒晴宇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显然他是去过万语魔神大殿的 不过作为四长老的孙女 见过这些也并不奇怪 小陈 这其中有很多凶险 如果大家分散开来 效率低下 不如 我们团结一起 合作一番 到时候 获得的所有利润 我们这些人 全部平分 如何 小陈点了点头 脸色淡然 嗯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 你也要问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意见 司徒晴宇 愁着众人扫了一眼 其中倒也有几位底子 点头答应 来到他的身边 但更多的 却是三五成群 显然 他们已经有了 自己的小团体 对此 萧辰和司徒晴宇 也并没有任何 过多的计较 来到这里 谁不是为了 自己而活 走吧 时间不多 我们抓紧时间 获取更多的资源 话落 几人飞速离去 人群后讽 几道脸色阴霾的 身影冷声说道 现在暂时 还不要出手 那小子的实力很强 某人出手风险很大 被其他人看到 对我们不好 不过 那个司徒情侣 是个绊子 他是四长老的孙弟 如果我们杀了他 四长老必然会深追到底 还是要想办法 避开司徒情侣才是 前方 几位杀神出气 围绕着一位青年 那青年的脸色难堪之急 直勾勾地盯着 司徒情侣消失的方向 那个臭小子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得到了 魔神大人的情思吗 就敢这么嚣张 勾搭上司徒情侣 简直是可恶至极 少爷 您消消火 您可是六长老的青孙子 是嫡妻中的嫡妻 反不着和他计较 放屁 他和司徒情侣都一块走了 你们还让我不要计较 这件事 我跟他没完 三长老的几位嫡妻 看到这一幕 彼此相识一眼 嘴角轻扬 随即衣服上去 您就是六长老的亲孙子 叶清语 叶清语回头扫了几人一眼 轻哼了一声 没好气地说他 哼 你们几个是什么东西 这人认识本少爷 我们几个 只是刚刚进入 魔神殿的修士而已 叶少爷自然是不认识我们 不过叶少爷的大名 我们几个 可是如雷贯耳啊 不错 我们早就听说 叶少爷是咱们魔神殿 年轻一代之中 鼎鼎有名的天才 未来前途绝非一般呢 听到这句话 叶清语嘴角轻扬 心情显然很愉快 不错 你们几个 还算是挺有眼光的 不过 你们找本少爷 是想要做什么 几人立即谄笑着说道 我们早就对叶少爷 敬仰已久 所以啊 想要追随叶少爷 不过 我等也不是白白 追随叶少爷的 没错 我们几个 对那萧尘看着 也是格外的不顺眼 为了表示我们的忠心 我们几个 愿意帮助叶少爷 对付那萧尘 灭了他 叶清语忍不住 皱起了眉头 灭了萧尘 那萧尘可是万语 魔神大人的情节 杀了他 我们这些人 罪过都不小 这可是魔神遗迹 就连万语魔神大人 自己都无法探索清楚 只要我们做得隐秘一些 您不说 我们也不说 这件事又会有谁知道呢 叶清语嘴角青阳 你们几个倒是挺有胆子的 好 本少爷答应你们了 密林的一处角落 水潭边 叶头新收巨虎 正在水边缓缓的营水 这水并非是普通的水 而是常年累月 由浓郁灵气 积累出来的灵气 其中 甚至还游窜着 一条条鸿蒙泽气 巨虎吸收其中的灵气 和鸿蒙泽气 便可以提升自己的救援 从他眉宇间 隐隐透露出的 一股子气势 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踏入千亿杀神级别 五十一天两天了 此时他一边喝水 眼神则是不停地 搜索着周围 周围的空间 明显和之前的 有些不太一样 至于哪里不一样 他说不出来 可是 他就是感觉出来不太一样 仿佛周围有人盯着他一样 忽然之间 从水中狗人射出了 一道湛蓝剑蒙 剑蒙无情地 炸在巨虎的身上 让他忍不住吃痛一声 快速跳开 但他刚刚朝着左边转身 从密林深处 便快速地又弹射出 两套超强能量 这些能量 全部都毫无保留地 守在巨虎的身上 让他更加的暴躁和不安强 紧随其后 右边 后边 所有的地方 全部都涌出了树道身影 攻击也在同一时间落下了 树道攻击 每一道都是仙术 每一招 都是杀神级别 才能够释放出来的攻击力 如此持续足足几秒钟之后 那巨虎已经想到了自己陷入了包围圈 他也不算傻子 知道自己无法再继续躲避过去 怒吼一声 抱着鱼死网坡的念头 笔直地冲向水中的身影 他距离自己最近 怒吼一声 巨虎顺息而止 无论女子用何等仙术劈砍 重创他 他全然不顾 始终锁定着对方 女子的脸上流露出一抹慌乱的神色 他终于明白了 对方这是要鱼死网破呀 眼看着他就要被巨虎击中 就在这一瞬之间 数道刀芒笔直地坠落下来 每一道刀芒 劈在巨虎的头顶之上 都让他的身子忍不住 巨虎颤颂了一下 如此持续了足足三十六道刀芒 巨虎直接被他轰成了碎片 不数道鸿蒙子气 从巨虎的身体中溢出来 大家一用而上 将鸿蒙子气包围起来 分别吸收进入自己的体内 以免鸿蒙子气流逝出去 那女子喘息了一口气 朝着身边投去感谢的目光 小沙神 多谢您出手相助 要不是您 我刚刚即便是不死 也会遭受重创 萧辰点了点头 接受了对方的感谢 毕竟哪怕是重伤 在这里也和死亡没有区别 更何况 来到这里是一次莫大的机缘 基本上来到这里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的 谁也不想死 两位沙神之境快速依附过来 脸色惊喜的 小沙神 司徒小姐 这头巨虎一共拥有一百三十万道鸿蒙子气 我们大家分一分 每人可以获得十三万道鸿蒙子气 小沙神功劳最大 所以我们每人送来三万道鸿蒙子气 这里是您的十三万道 和萧沙神的三十七万道鸿蒙子气 司徒情宇 接过了自己那一份 随即 从中抽出了五万道鸿蒙子气 送给萧辰 萧沙神 感谢您刚刚的 兄弟这恩 萧辰略以皱眉 不必如此客气 你自己留着吧 我已经很多了 司徒情宇摇了摇头 不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而且鸿蒙子气 在两个时辰之内 如果不能炼化 就会挥发于空气之中 所以 我没必要要那么多 既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萧辰输下了 一共得到四十二万道鸿蒙子气 实际上 每人虽然得到了十多万道鸿蒙子气 可是 能够炼化一两万道 就已经很难得了 毕竟 这些东西极其难以炼化 而且 两个时辰内 如果不炼化的话 就会挥发出去 这也是为什么 宇宙中不会发生 杀人抢夺鸿蒙子气的原因 获得的利益很小 而风险却是很大 很多时候 像千语杀神级别的存在 还不如靠自己 在心域之中 那些弟子的信仰之力 提升的快乐 萧尘则是不一样 他有鸿蒙图 就好像别人没有冰箱 他有冰箱一样 他可以轻易地储存这些东西 当然了 最好的原因 则是萧尘炼化鸿蒙子气的速度 也比别人快得多 他现在可是先人体制 炼化鸿蒙子气简直非常凡响 这也是为什么 他赶在两个月之内 就敢挑战三长老的原因所在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之间 一到人马从角落里走出来 清脆的掌声也随即传来 厉害 厉害 果然不愧是 得到了魔神大人秦司的天才 实力果然是非同一般 四头晴雨偏了一眼 顿时忍不住皱起眉头了 叶轻雨 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你来这儿做什么 叶轻雨露出了一个 自以为是的微笑 说道 我来这儿呢 当然是来找你合作了 我跟你 可没什么好合作的 哈哈 叶轻雨仿佛 早已经料到这种情况 也并没有生气 只是微笑着开口说道 轻雨 别这样嘛 你我也是多年的青梅竹马了 何必要搞得这么僵艳 我跟你不是青梅竹马 请你注意一下言辞 否则的话 可别怪本小姐不客气了 都市觉悟一神 第四百五十二集 叶轻雨的眼底 闪过一抹寒芒 但是她的脸色 却始终保持着一股淡笑 好好好 轻雨 就当我说错话了 不过 这一次我来找你 的确是要来找你合作的 司徒秦宇 忍不住皱起眉头头 你到底想做什么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不要在这磨叽 耽误我的时间 好 我就说了啊 我之前进来这儿呢 我就知道有一个地方 可能存在一位 魔神大人陨落之时 留下来的命 所以 我想来找你合作 一起去寻找秘宝 前任魔神大人的秘宝 司徒秦宇当即忍不住 惊呼一声 司徒秦宇的神色 变得极为严肃起来 她身为四长老的孙女 一般来说 很少有人能够让她 变得如此严肃 不过 这也很好理解 毕竟这东西 可是一位魔神陨落的遗迹 那里面的宝藏 很有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仙术 丹药 法宝 一切机缘 绝对都是顶级的 不过司徒秦宇 还算是有点脑子的 她并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忍不住开口问的 既然你有这么好东西 为什么不自己留着 反而还要带上我一起去啊 叶清语嘴角青阳 这自然是有两点 其一 你知道的 这么多年来 我对你的心意 当然 我叶清语还没那么下错 用这种东西来要求你 跟我在一起 找你来呢 只是因为我的一份心意 这其二嘛 那魔神遗迹中 谁也不知道 会有什么样的凶险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胜算 虽然最后 可能会分配的少一些东西 但总比解决不了危险 一样都得不到的更好呀 四周晴宇忍不住 略为一皱眉头 想不到啊 你叶清语竟然有这一面 倒真是叫我意外 平日里你总是看低我 其实 有时候你应该多给我一些信任的 四周晴宇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回头看了看 萧晨 询问他 萧晨 你觉得呢 在他这个团队当中 萧晨现在 明显才是主心骨 所以萧晨不开口 他们自然是不会跟着 叶清语走的 萧晨眼神闪烁几道光芒 老实说 这种事情 他隐隐约约 觉得有那么一点 不太正常 为什么对方偏偏要找他们 就因为一个司徒情语 这显然不太可能 叶清语这种男人 也许会喜欢司徒情语 但是司徒情语 和这种莫大的机缘比起来 绝对是这种大机缘更好 其次 如果说对方需要帮助 可进来的人不止他们一波 多得数不胜数 他们完全没有必要 一定要找自己 只能说这里面有些古怪 不过仔细想了 他也不确定 对方到底有没有问题 毕竟 自己和对方 有没有任何的过节 总不可能会来 找自己的麻烦 其次 这里这么多的人 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包括司徒情语的眼神里 也有一些想去的感觉 他若是就这么拒绝的话 众人的内心 怕是也不愿意 所以萧晨一思索片刻之后 便点了点头 可以 我无所谓 那就好 司徒情语松了口气 毕竟 他的爷爷可是明确告诉他 让他和萧晨一起的 他要是离开萧晨 去独自追寻什么魔神遗址 被他爷爷知道了 铁定要找自己麻烦的 既如此 那叶清语 我们就走吧 好 叶清语点了点头 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蒙 很快 一行人便飞快地前往另外一处 山巒重叠的地方 到了 就是 根据我们家族流传下来的线索 那一位万遇魔神大人 就是在这儿某一个地方作画的 只不过 想要找到他 却不是那么容易 为了节约时间 我建议我们大家分头去找 如何 四周晴宇忍不住 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里这么凶险 大家分散开来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 那可怎么办 叶清语淡然一笑 晴宇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这才多大点地方 别说是没有危险 即便是有危险 大家应该也足以立即赶到的 况且我们大家可都是千诚杀神级别的高手 来到这种地方 难道还怕这么一点小事吗 这 叶清语的话 让四周晴宇有些无法反驳 随即他再度开口的 这样吧 我和萧成一组 你们三人一组 如何 叶清语冷冷一笑 说道 晴宇 你这么做未免有些不对了吧 你明明知道我追求你 纵然我不想死成烂打 但你也不应该这么过分吧 我好歹也是将魔神大人做坏的遗址告诉了你 结果你现在 居然告诉我 你要和萧成一起走 你把我当什么了 司徒晴宇脸色微红 狠狠皱了皱眉头 等了叶清语一眼 你不要胡说八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萧成可是魔神大人的情节 我怎么可能跟萧成做什么 都是男人 谁还没那点小心思 总之啊 你这样做可就太过分了 我接受不了 你 司徒晴宇攥了攥拳头 萧成则是开口头 算了 我自己一个人吧 大家快点找一找 时间有限 免得浪费时间 这 好吧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点 司徒晴宇犹豫再三 方才答应 萧成则是点了点头 众人纷纷离去 叶清语立即喊道 千语 你不跟我一族吗 哼 不用了 我不想被别人说闲话 话落 司徒晴宇也立即化作了一道流光 朝着前方飞去 等到众人一走 叶清语嘴角青阳 立即开口道 哼 这群笨蛋 终于中招了 马上通知那拨人 告诉他们埋伏好了 我会在这边想办法拖住时间 让他们务必在最短时间内灭掉对方 少爷放心 属下这就去 等到众人离去 叶清语方才攥紧拳头 眼神之中寒忙一闪 萧尘 本少爷没有能够亲手杀死你 算你走运 不过 这样一来 也就不用我直接杀了你 魔神大人将来 就算是怪 也怪不到我头上 嘿嘿嘿 萧尘这边快速飞离 大概过了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萧尘便缓缓停了下来 他忍不住地微微皱起了眉头 阵法 啊 束缚阵法和迷雾阵法 莫非这里就是那魔神大人作画的地方吗 但是顿了顿 萧尘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阵法如此浅显可不像是一个魔神会施展出来的 萧尘缓缓降落 神识扩散出去 扫描着周围 天刻之后 萧尘缓缓开口道 都滚出来吧 几人来都来了 何必藏着掖着呢 此言一出 不过片刻空气中一阵扭曲 几道人影逐渐显现出来 每一位都已经超过了杀神之境出气的势力 那隐而不发的威严让萧尘忍不住微微皱起眉头来 看来我之前才想的果然没有错 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魔神遗址 有的只是你们和你们布下的陷阱 说得不错 你果然是有点脑子的 不过光是有点脑子可不行 还得有实力 能告诉我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我和你们应该没有什么过节 应该是有人指使你们过来杀我的吧 三长老还是 众人脸色微微一变 他们已经想到萧尘的实力很强 脑子也很厉害 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萧尘居然如此聪明 连三长老在幕后指使都一下子猜了出来 萧尘脸色冷漠的 看你们的表情 我应该是猜对了 那老东西还真是有够卑鄙的 说好了两个月之后交手对战 结果却率先搞出这种小动作 真是有够不要脸的呀 众人脸色发冷 冷哼一声说道 这又有什么 成王败寇 只要我们杀了你 看你还怎么嚣张 杀我 萧尘略微一瞥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不屑的神色 你们有那个资格吗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们的实力 话音一落 说到能量引发天地威势 镇压萧尘 全部都是仙术级别的阵法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仙术级别的阵法 这些阵法已经出现 连萧尘的实力都被压制了不少 他不禁皱起眉头来 以对面几个人的实力 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仙术阵法的 不过他也不是傻子 以他的脑子自然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就猜到 这是怎么回事 为了杀我 你们可真是煞费苦心 这几个阵法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 应该是在外面的时候 由三长老率先弄好的吧 只有三长老那种级别的存在 制造出来的阵法 才能够对自己做到这一步 几人则是冷冷一笑 你的脑子的确好使 什么都让你看出来了 但是这又怎么样 有三长老的阵法在手里 我看你今天是插翅也难逃 说了你们没有资格 萧尘脸色依旧淡漠如初 他脚下一击重膛 身子瞬间消失在原地 众人冷哼一声 立即催动其他的阵法 萧尘的身子便立即显现出了 显然 那个三长老准备得十分齐全 各种各样的阵法 都给他们布置了 只等着萧尘出来送死 萧尘已经出现 在场所有人全部都瞬间 开始朝着萧尘攻击 各种五颜六色的线术 化作各种光芒 眼花缭乱 只比萧尘周深而蓝 死 萧尘不慌不磨 星夜移动之间 战鼓天赋催动 那被阵法压制的战斗力又提升了不少 虽然还未达到巅峰 但是对付眼前的几个人足够了 当众人攻击到来之时 萧尘的不灭精神和终极防御阵同时发动 剧烈的爆炸力 在天空中引发一阵璀璨的光芒 天地都为之振扎 嘿嘿 这么强大的攻击力 这小子 这小子肯定是不会有机会活下去了 领头之人目光严肃 冷声道 不要太过大意 这小子非同一般 他不是寻常人 我们不可以用寻常人的那一套来对付他 不错 没有彻底杀死他之前 千万不可以有丝毫的道义 嘿嘿 我看你们就是太过小心了 有什么好怕的 这可是三长老亲自做出来的阵法 打他不止小菜一碟而已 花音刚刚落下 众人抖人之间感觉到空气中 有一股不太寻常的能量 众人脸色一变 不好 他没死 快 快撤开 花音刚刚落下 众人便立即 退散开来 而那个开口嘲讽 萧辰 说话极为狂妄的存在 刚刚转身 转眼之间 便是瞳孔一缩 他的眼神之中 一道金色光芒 越防越大 萧辰 集合天罡 三十六刀的威力 直接披在了他的身上 哄的一声 一刀 仅仅只有一刀的威力 却直接无情地 撕开了他的防护罩 狠狠地落在了他的脖子之上 不过 刀芒来到他的脖子上之后 却没有继续前进 反而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 嗯 萧辰忍不住 列威皱起了眉头 下一刻 对方则是冷冷一笑 得意道 没想到吧 我在身上 可是有着魔神大人赐予的 法宝护甲 当初我测试的时候 得到的就是这件护甲 统杰之内 即便是仙术 也不可能轻易地劈开 哈哈哈哈 然而话音刚怒 萧辰便直接引爆 两千道鸿蒙走气 灌出竟如灭神刀之中 随后 随着萧辰大力以挥 直接将他当场斩杀 那家伙知道死亡的那一刻 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事 好强 其他退开的人 都忍不住瞳孔一缩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萧辰竟然拥有 这般强大的实力 要知道萧辰的战斗值 已经被三长老的阵法 给压制下来了 怎么说也不可能 达到这一步的 只能说 他本身的实力实在太强了 甚至乎 已经强大到 可以无视三长老阵法的程度 当然 实际上 萧辰的实力 是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 他依旧被压制了一些实力 只不过 这几个人的实力 实在是太弱小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萧辰的对手 所以纵然是有三长老的帮助 他们也不是萧辰的对手 这 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 都市觉悟一神 第453集 一招灭杀了那一位 杀神之境以后 其他的杀神之境 全部快速退开 脸上大惊失色 萧辰则是缓缓收起了 灭神刀刀芒 朝着众人扫了一眼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 嘲讽般的笑意 你们 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实力吗 要是这样的话 我劝你们也不必要 再继续打下去了 自杀了吧 好歹 留个全尸 嘲讽 赤果果的嘲讽 这一句话 简直让在场的所有人 无比恼奴助击 树子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不过才只是 杀了我们一个队友而已 又是 还掌握在我们手里呢 马上 就不是了 细腻一笑 萧辰脚下倾踏 身子再度消失 众人脸色一凝 他又要动用自己的招式了 会防御 这一次 所有人都集合在一起 没有任何过多的思考和考虑 招式便在同一时间实战过 轰了一声 下一刻 萧辰的招式也攻打到了所有人 不过 由于对方有了提前防备 这一次 他却没有伤到任何人 萧辰的脸色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他早已经猜到了这一幕 瞬移距离很短 他不是万能的 不过 只要把这种战斗的主导权 拿到自己的手里 一切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萧辰攻击过后 其他人纷纷忍不住 兴奋了起来 他的招式 对我们已经无用了 大家即刻起来 一定要将他拿下 但是就在下一刻 萧辰却是快速跳开 想跑 你以为 你现在还跑得掉吗 花音刚刚落下 所有人同时出手 然而 就在他们颈椎而来的刹那之间 萧辰嘴角轻摇 这一瞬间一股巨大的不妙感 瞬间在所有人的心头萌生发芽 该死的 心念移动之间 无数人纷纷倒退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的速度快 小陈的速度更快 碎星列空展 在这同一时间内 直接迸发而出 从他们的头顶之上 笔直砸落下来 朝墙十里迸发出 令人心计的围扬 见招降落 无情地轰炸在所有人的身上 这一周 不仅仅是大范围攻击的线术同时 还是持续性的线术 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可是 对于千语杀神这种级别的存在 这几秒钟就已经堪比普通人的一个时机了 死 提升力合之后 小陈凝聚出诸仙剑椅 横向斩杀 巨大的剑盲 如同疾风咒语 雷霆点光撕裂一切 直逼数位杀神的面门 眼下 他们对抗天空之上的碎星列空展 已经是十分费力了 更不要说 还要对抗诸仙剑椅 这招一出来 可以说他们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 千军以法之计 众人牙关紧咬 双眼星红到极致 不能再等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全都得死 快 爆裂弹 是 匆忙知晓 所有人都吞下了三张老赐语的第二种担忧 这第二种担忧一出 所有人的气势全部都忍不住疯狂暴涨起来 一股疯狂的寒芒 急速碾压过来 那是诸仙剑椅的威妖 当诸仙剑椅来到之时 众人的气势也提升到了巅峰 其中三人 对抗天空之上的碎星裂空战 另外六人 则是对抗招式更为强烈的诸仙剑椅 超强能量压制下来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把整个空间都给引爆了 空间屏障处处崩塌碎流 那种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模式 根本没有人能够撑得住 要不是因为这地面上的阵法是三长老设立的阵法 恐怕连这些阵法都扛不住了 不过 萧辰也并未大意 当初 前方引爆之后 他在第一时间便推开一定的安全距离 常年战斗的经验和第六感告诉他 对方没有死 事实果不其然 当陈烟散去 空间屏障逐渐恢复 那几道人影也都缓缓地显现出来 不过此刻比起之前 要更加强大了好几倍 肌肉充满了爆炸力 连血管都爆突起来 萧辰光是仅仅用肉眼 就足以看清楚 他们的血液之中流窜着的 都是浓浓的灵气 灵气已经完全覆盖了他们的身躯 压制了他们的血液 甚至乎萧辰能够看到其中混合的鸿蒙所记 他们现在都已经达到了最佳战斗状态 无论是速度 攻击力还是防御力 都已经提升了数倍不止 不过看他们的模样 这种效果应该持续不了多久 而且一旦这种状态消失 恐怕他们所有人都会灭亡 虽然他们的这种效果持续不了多久 但萧辰也不敢轻视对方 高手之间的对决 死亡就在一瞬之间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谁会死 臭小子 是你把我们逼到这个份上的 如果不是你 我们也不会落到这部田地 现在看来我们是活不了了 不过你也别想活下去 我们会把你碾碎成杀 你连一块完整的骨头 你都剩不下来 萧辰目光诞人 嘴皮子功夫 见长了不少 就是不知道你们的实力 是不是真的像你们此刻 所表现出来的这般唬人 找死 怒吼一声 所有杀神都朝着萧辰 瞬息冲击过来 直逼萧辰灭门 萧辰不得不闪 防御仙术施展的同时 修罗血月阵也施展开了 他们利用丹药提升了大部分力量 萧辰只能用修罗血月阵 来降低他们的部分力量 虽然不足以降低全部 但是他们没少一分力量 萧辰便多一分胜算 终于 攻击来到萧辰的面前 陈嫣遮蔽了一切 这一次就看这个小子 他还死不死 但可惜的是 就在他们得以支持 萧辰的声音 却是从背后传来 你们有必要高兴得这么早吗 众人已经 陡然回头 看来你小子 似乎有某种瞬间移动的纤属 可以无视空间归走 但是 这又如何 我们这么多人 看你能逃几次 众人愤怒至极 说话之间 已经攻击过来 萧辰轻哼了一声 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度出现人已经来到众人的面前 面对众人的围攻 消沉不夺不闪 而是笔直地迎上去 当他来到的瞬间 所有的招式 全部迸发出来 以雷霆之威势 无情地和对方 所有人撞击到一起 距离的爆炸力 产生了冲击波 将双方彼此 都给轰锤数不知远的距离 不过对方 在吞下爆裂单之后 又是明显增大的剧动 况且 萧辰只用了一道修罗血月针 来压制他们的能量 可对方却用了一连数道阵法 来压制他的能量 这其中 一正一负的差距可不小 眼看着众人在度欺身上前 萧辰没有丝毫的躲闪 心念一动间 不灭惊山施展开来 化作一道巨大的身影 而后 紫萧神雷 远言不绝地 缠绕在黄精巨人的身上 黄精巨人左手持灭神灯 右手持斩天剑 巨大的刀盟和剑盟之上 也同样是超强的紫萧神雷加持 冲着那冲上来的几人火索地斩杀过去 巨大的能量压制了一切 根本无人可等 轰的一声 就这么一瞬之间 所有人被再度轰退 该死他 这家伙居然这么强 可恶啊 不要怕 他就算是再强 也终究只是一个人而已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就不屑 还杀不了他 不错 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 今日纵然是拼死 也要弄死他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这一迈可就完蛋了 好 众人也是被逼到了极点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被自己压制成这个模样之后 萧尘竟然还能达到如此境地 这简直太够可怕了 无论如何 今日绝对不能留下萧尘 萧尘必死无疑 然后 就在众人出手的瞬间 萧尘也已经猜到了 对方想要做什么 他知道 这是最后决战的时刻 来到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萧尘立即施展出分身来 整整108道分身 全部都被他施展出来 看到108位萧尘的分身之后 这些人更是瞳孔紧缩 绝望到了极致 该死的 直接引爆阵法 用阵法能量加持 灭了他 好啊 众人立即结印 引爆阵法 阵法被引爆之后 庞大的能量迅速灌注 进入所有人的身躯 为了维持如此之高的能量负荷 这些人甚至将自己的思维 都给抹去 集通能量之后 利用自己的残存的意识 完全锁死萧尘 杀 八道全身泛着精色光芒的身影 拥有着让人星际的能量 以无敌之姿冲向前方 消沉的分身急速射来 和他们对撞到一起 108道分身威力也是强大的无可比拟 不过 对方八人 终究还是有无数刀阵法 引爆的能量加持 消沉的分身 总归不是本体 相撞的瞬间 对方八人 便以雷霆之姿 毁天灭地般地压下来 将消沉的分身疯狂压下来 削烈的爆炸力 让人根本无所适从 一路直上空间被崩裂 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 然而就在他们击碎了消沉的 所有分身之后 迎接他们的 却是消沉本体的一记 强力武神强梯 这可是凝聚了他足够能量的 武神强梯 没有丝毫欲招 没有丝毫天敌变色 也没有丝毫的气息 就这么一招 一招 消沉的武神强梯一出 八位强大到极点的高手 沙神之警 当场被他一脚全部红纷 削烈的爆炸 直接将周围方圆万里的大山 全部摧毁 空间屏障都为之毁灭 终于 一切都结束了 消沉气喘吁吁 脸色略为有几分苍白 这几个家伙 被三长老改造的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以他现在的力量 对付起来都有几分吃力 如果说 是三长老本人来的话 消沉也未必有多少胜算 不过 消沉倒也没有过于气累 他才修炼了多久 三长老已经修炼了多久 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灭掉三长老 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 树岛气息 也急速朝着这边冲过来 最先过来的是叶青鱼等人 看到消沉气息微弱 他眼睛一眯 沙医在眼底不断地流露 这可是杀死消沉的大好机会 虽然要自己出手 风险高了些 但是机会不容错过 你们几个 速做准备 待会一口做气拿下他 是 叶青鱼朝着自己的几个手下 吩咐了一声 可就在他准备出手的那一瞬间 另外一道身影 却抢先一步来到消沉的身边 消沉 你没事吧 该死他 停手 叶青鱼狠狠催了一口 其他人立即开口喊道 少爷 您不杀了他 叶青鱼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不是废话 白痴 没看到司徒情鱼过来了吗 待会儿 谁都不许露出马脚 果然的话 可别怪本少爷不客气 众人缩了缩脖子 少爷放心 我等知道 话路 叶青鱼也快速地跟上去 消沉 你没事吧 刚刚是怎么了 消沉目光淡然 没什么 只是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 想要趁机掠夺一些好处罢了 啊 原来如此 不过 看消沉兄这样子 倒也没受什么伤 倒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人群越聚越多 很快全部进入密林之中的修士 都来到了这个地方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来到之时 却陡然发现 下面裂开的空前屏障 闪现出了一丝巨大的变化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下面是怎么了 不对 好像有哪里不对 这灵气好强啊 好浓郁啊 难道 难道这个就是 那个魔神大人作画的遗址 此言一出 全场皆经 小辰没有想到 自己误打误掌 居然找到了这里 而叶青鱼更是没有想到 这里竟然真的有魔神作画的遗址 看这下面的魔神遗址 所有人都忍不住 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眼神之中充滞着一股浓浓的铝光 仿佛恨不得 将下面整个地方 都给据为己用 要知道这下面藏着的 可不是别的 而是一个魔神作画的地方啊 都市觉悟一神 第四百五十四集 这里面前藏着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让他们这些人 未来有机会 踏入那传说之中的 魔神之境的存在 所以说 谁不行动啊 这就是魔神遗址吗 想不到 居然藏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快下去看看吧 看看这下面藏着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化了 众人争先恐后地落下 似乎只升爬落后 别人一步 就没有机会拿到宝贝了 死头晴雨也准备立即下去 但是却被萧尘一把抓住了 怎么了 死头晴雨忍不住 巧眉微皱 略微有一些不满 萧尘偏了她一眼 紧盯着下面的地方 脸色淡漠的 你觉得这种地方 可以随随便便进去的吗 如果那么容易就能够进去 对方也就不可能 横为万遇魔神了 此言一出 死头晴雨瞬间瞳孔一缩 后背一阵几两鼓发痕 萧尘说得没错 刚刚她被力冲昏了头脑 一时之间 竟然都忘记了这一场 此刻才想起来 事实上 若不是她之前 对萧尘表现出友善 萧尘刚刚 也未必会拉得住她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下方突然传出了一阵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救命啊 死头晴雨立刻朝着下方看去 果不其然 下方一群人已经掉出了陷阱之中 那万遇魔神的遗址 的确不是寻常人 能够轻易进入的 刚刚进入的一群人之中 也只有叶清雨和两位 轻轻逃了出了 此时 她紧盯着萧尘怒摸而视 怒吼道 你这个混蛋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你他妈的故意让我们下去 给你试探试探 现在你满意了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你怎么赔上我们 萧尘不屑一瞥 脑残 说什么 叶清雨愤怒出急 萧尘的表现 让她感受到莫大的羞辱 但是实际上 这也怪不得萧尘 萧尘这个人 想来是你对她好 她就对你好 你若对她不好 她会让你惨十倍不止 叶清雨之间 串通三长老的人 在背地里暗害萧尘 萧尘若是还对她 和和气气的 那就是脑子进水了 眼看着叶清雨 就要对萧尘动手 司徒清雨 立即在一旁 开口怒指头 住手 叶清雨 我看你敢 看到司徒清雨出手 原本就极为生气的 叶清雨更加地暴怒下来 司徒清雨 你给我管开 今日 我必定要找这个臭小子算账 谁来了都救不了她 哪怕是万语魔神大人来了 也不能救她 司徒清雨 脸色越发地冰冷难看 叶清雨 注意你的口气 你难道连魔神大人 都不放在眼里了吗 而且刚刚萧尘 可没让你下去 是你们自己下去的 现在 反倒要怪萧尘了 这是什么鬼道理 我不管 我杀了她 我一定要杀了她 叶清雨怒吼连连 眼神之中杀意弥漫 迸发到了极致 萧尘 你若是个男人就站出来 跟我一对一单挑 别他们的躲在女人后面 算什么万事 司徒清雨还想说些什么 萧尘却是一把将她拉到身后 而后正对着叶清雨 不用在这里阴阳怪气的 事实上你不想杀我 我还想找你的麻烦 顿了顿 她再度开口道 另外 我还有一件事情 和你说明 不用单挑 我让你们三个一起上 能赢我一招 我萧尘当场自尽 狂 狂妄至极 司徒清雨顿时忍不住惊呼力一声 萧尘你疯了 萧尘没有开口 而叶清雨却是冷笑着说的 萧尘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自然都是真的 你出手吧 好 那就让我们看看 你这个震动万语魔神的终极天才 到底有什么本事 话落 叶清雨 立和一声 身子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度出现 已经来到萧尘的面前 看我的仙术 我黄龙拳 我死 一拳轰出 我一压逼人 空气中 小丝鸣的声音 但是 也就在这同一时间 萧尘也陡然出手了 列星拳已出 谁与争锋 二者相撞的瞬间 叶清雨直接就被萧尘拳头上的巨大力道 给当场哄推数部支援的距离 什么 叶清雨瞳孔一缩 拳头都忍不住的有些发展 这家伙好强啊 没有对上的时候 和亲自对上的时候 真的不一样 萧尔清雨 则是忍不住惊呼一声 说道 萧尘小心 原来 就在叶清雨 退开的那一瞬间 她的两个亲戚也在同一时间过来 两人的实力 也同样都是杀神之间 虽然比起叶清雨来说 要低那么一个腾子 可是 终究也是杀神之境的强者 他们二人陡然出手袭击 让萧尔清雨 忍不住骂了一声 卑鄙 但是 萧尘的脸色 却是始终波澜不惊 就在对方二人出现的刹那 终极防御阵直接成型 两人的先手攻击 轰炸在萧尘的防火罩之上 当场就被抵挡住 区区两个同机 还是不及萧尘实力的同机 尤其会是萧尘的对手 可笑 这一刹挡住了两人之后 萧尘再度连出两拳 大轮回掌 两掌无情地映在了二人的胸膛之上 仅仅只是一招 就直接轰飞了二人 而且 两人的胸口都忍不住地有些塌陷下去 可谓是恐怖至极 叶清雨的眼神更加谨慎 但同时也更加的嫉妒加愤怒 她的杀意已经弥漫到了极限 今日 若是不杀萧尘 这将是她一辈子的心病 怒吼一声 叶清雨再度袭来 你们两个 以阵法助我一臂之力 话音刚落 两位杀神立即强撑着施展阵法 叶清雨的两位轻幸 一左一右 以阵法辅助攻击 超强能力让司徒清雨 都忍不住瞳孔萎缩 萧尘小心 但萧尘却是丝毫波澜不惊 不仅仅是波澜不惊 同时的脚下一击重塔 朱仙剑义 直接无情地轰炸过去 当对方的阵法降临过来的那一刻 朱仙剑义 直接无情地撕随对方的阵法 最后 狠狠地轰炸在叶清雨的胸膛之上 一线崭露 叶清雨直接被当场封杀 而朱仙剑义 岂是不减 有几组追上后面两人 将其彻底的斩杀 一招灭杀三人 纵然使司徒晴雨 看着都忍不住微微心跳加速 萧尘实在是太强了 强大到让人有些不寒而理 从他见到萧尘为止 就从来没有看到萧尘输给任何人过 深呼吸一口气 他缓缓来到萧尘的身边 叶清雨 是六长老的孙子 杀了他 还是会有些小麻烦 无妨 萧尘面色淡然 反正我已经得罪了三长老 如今再得罪一个六长老 也不算多 司徒晴雨哭笑不得 整个魔神殿 怕是也只有萧尘这种级别的存在 能够这么轻易地说出这种话了吧 也连得罪两位长老及的存在 放在别人身上 吓都要吓死了 顿了顿 萧尘再度开口道 行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两个还是赶快下去看看吧 嗯 好 司徒晴雨答应了一声 随即 快速地跟着萧尘一起进入下方 来到那洞口前 两人都没有直接进去 毕竟 之前夜清雨他们都已经遭遇不挫了 萧尘 这地方 似乎有些阵法 你或者是封印 可是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阵法 或者封印 我们两个 应该怎么进去呢 萧尘扫了眼之后 将射击的能量压制上去 他的能量 在接触到洞口的一瞬之间 就直接被阵法给活生生的压制粉碎 这让萧尘忍不住微微皱进眉头了 他也能试着 用分身和其他纤属攻击 却始终无法进入其中 难道 得到了一个遗迹 却不能进入 萧尘有些不幸邪 他深呼吸一口气 再度制造出一道分身 而后 用最纯粹的鸿蒙子气 来包裹这一道分身 继而 分身竟然没住了阵法之中 到了另外一侧 原来是这样进去的 司徒请雨大喜过望 也亏得他和萧尘一起 否则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找到这个方法 因为没有人 可以像萧尘那样 利用分身来修炼 我们进去吧 萧尘率先进入其中 司徒请雨 竟随其后 二人刚刚进入之后 便发现 这里是一处奇妙空间 周围空荡荡的 除了鸿蒙子气之外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这魔神遗迹 难道 没有任何遗留下的宝贝吗 不是 这些鸿蒙子气 本身就是在掩护着什么 我们两个分头找找 这里不算很大 应该很好找 好 两人立即分开 司徒请雨刚刚走后 萧尘便脸色冰冷地 朝着前方开口的 出来吧 不必躲躲藏藏的了 话音刚刚落下 片刻之后 一道充满古魄又浩瀚的 声音缓缓地传了出来 想不到 你小子 古人是一个天造之才 刚刚到达杀神之境 没多久就可以感知到 老夫的存在 说完 面前的鸿蒙子气 逐渐缓缓散去 一道花白胡子的老者 缓缓出现在萧尘的面前 小子 见到老夫为何还不下跪 萧尘再次开口头 我为什么要给你跪下 你现在只是一介元神 除了精神力量之外 根本无法使出来 真正的力量 难道这样的你 也想让我给你跪下不成吗 小屁孩子 脾气倒是不小 不过也难怪 毕竟你大小也是个天才 行了 老夫就跟你直说了吧 这里是老夫的作画之地 这么多年以来 你是第一个发现 并且成功进来的 而且你的天资 比起那个小女王 可要强太多太多了 所以本魔神 要把我的传承 全部都交给你 你只要开放心神 将老夫所有的鸿蒙子气 全部都吸收进入体内 老夫的能量 就可以为你所用 至少能够帮助你 提升到杀神之境后期 小臣大人一瞥 随即开始吸收起鸿蒙子气了 看到他开始吸收鸿蒙子气 那老者忍不住嘴角轻扬 眼神之中流露出一抹得意的神色来 这里的鸿蒙子气 似乎是和其他的地方的鸿蒙子气 不太一样 别的地方的鸿蒙子气 都是拥有独立的个性的 基本上 都要自己的鸿蒙子气 来不断地锻造和量化 但是此刻小臣却是源源不断地 吸收着这些鸿蒙子气 完全不需要提供任何自己的能量来炼化 可以说 这就好像是一堆 已经被炼化好的鸿蒙子气 只等着别人来吸收就行了 这简直就是摘果子 不过对方好歹也是一个 堂堂的魔神之境强者 这么强大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选择做这种事情呢 把自己的鸿蒙子气 全部都留给一个从未见过的婉生后辈 萧尘了一皱眉 随即惊念一动 将鸿蒙图召唤出来 把所有的鸿蒙子气 都放到了鸿蒙图之中 当这空间里的鸿蒙子气 都被快速吸收之后 那老者 陡然之间眼睛流露出一抹毒辣的神色 紧随其后 他的元神 瞬间就进入了萧尘的山区之中 你上当了 这是老夫的阴谋 老夫根本就没有死 这所有的鸿蒙子气 全部都是听令于老夫的 他们现在进入了你的山区 老夫的元神在操控着他们 你就要被老夫给夺赦了 守死吧 但是 对方刚刚开始狂笑起来 小陈却是冷哼了一声 我就知道你这老家伙 没有安什么好心 即便是那样 那又如何 你现在落到了老夫的手里 老夫的鸿蒙子气 与你的要多得多 你如何能够抵挡得住老夫 萧尘不屑一笑 先别高兴得太早 在那之前你还是先看看 你的鸿蒙子气吧 都市觉悟一神 第四百五十五集 此言一出 对方一愣 随其一脸懵逼的内饰着 萧尘的体内却陡然发现 萧尘的体内 竟然没有丝毫的鸿蒙子气 什么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怎么会这样 我的鸿蒙子气去哪里了 你明明吸收了我那么多的鸿蒙子气 白痴 你以为你曾经是一个万语魔神 我就一定会被你吃得死死的吗 太可笑了 你过时了 老家伙 话落 萧尘直接运转自己的鸿蒙子气 来化作精神力 源源不断地注入神石之中 提升自己的精神能量 以此来攻击对方 事实上 在修炼成仙之前 虽然已经有了神念 但是精神力攻击 仍然不是主流攻击 萧尘想要毁灭对方的元神 只有对方在体外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 而对方在自己体内的时候 尤其是对方的元神 比起自己还要强大很多倍的时候 萧尘自然而然 就无法利用自己的精神力 毁灭对方 好在 鸿蒙子气可以做到这一步 有鸿蒙子气的帮助 对方当即惨叫下来 不不不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我可以将我毕生所学 全部传给你 你不要杀我 萧尘忍不住摇了摇头 看来 无论是在什么级别 都存在着这种贪生怕死的家伙 不过萧尘可不是傻子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万语魔神的 这种级别的存在 有着海量的修炼知识 如果一旦让他逃出生天 未来修炼一番 再加上好机缘 谁能够保证 他未来不会找自己的麻烦 所以 萧尘毫不留情地毁灭了对方的元神 不 伴随着尖叫一声 对方的元神 被萧尘彻底地毁灭 萧尘快速地接受了对方的知识和记忆 原来这是一个前几代的万语魔神 这个万语魔神 并不算是太过出名 一生修炼也是谨小甚微 不过可惜 他的命运终究是不够好 气运也不够 修炼到了说明尽头的时候 他也未曾突破 达到杜劫的时刻 最终 只能选择进入这万语魔神遗址中 给自己找一出墓穴 不过 他和其他的万语魔神不一样 他还是颇具野心的 虽然他的天赋不高 但是他却学到了一门毒舍的功法 利用这功法 他不断地消耗着自己的鸿蒙责气 来维持自己的元神 只等有朝一日有天才降临 他便毒舍对方的身躯 重新开始修炼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碰到的是自己 如果碰到其他人的话 或许他还真就得逞了 因为其他人没有鸿蒙图 即使是想要提防他 也无法做到满天过海 但是他不一样 他有鸿蒙图 可以把鸿蒙子气和魔神的元神分开 这样一来 无论如何 他都无法沟通自己的鸿蒙子气 死人也就无法对自己做什么了 接受了对方的记忆之后 小辰也得到了不少仙术 其中最强的有三刀 一刀是天罡八步 每一步都能够提升自己的一波攻击力 八步施展完毕之后 足以提升六十四倍的攻击力 一刀是通背拳 这一招仙术十分奇特 它的攻击方式是敌人的背后 似乎是对着敌人出招 但是受招的却是敌人的背后 这一招如果运用得到 倒是一个阴人的好仙术 也难怪对方会那么的猥琐 有这么猥琐的仙术不猥琐就怪了 还有第三招 则是一种精神攻击 叫做天魔影 这种攻击方式 本身是只有在入魔了之后才会学习的 不过没有想到 对方还只是魔神之境就已经学会了 如此看来 那老头子倒也不算是脑子太过傻子 多多少少还是有几分实力的 而整理完对方的仙术之后 萧陈则是开始吸收起对方的鸿蒙色气 没有了对方的灵食之后 他已经可以放心地吸收那些鸿蒙色气 不用担心 会有人利用他们来操纵自己的身躯 不过 有一点倒是令萧陈颇为遗憾的 那就是这老头子似乎死了很久了 为了保证他的元神 他必须要消耗特别的鸿蒙色气 而这鸿蒙色气消耗的 现在鸿蒙色气也只剩下五百万不到而已 吸收完这些 萧陈的体内的鸿蒙色气 也不过才达到了六百八十万到 甚至乎严格地来说 连杀神之境后期都不算 不过 有了这种级别的实力 萧陈已经可以算是有资格对付其他人了 比如那个三长老 还有六长老 接下来 只要再想办法提升一部分实力 就有资格对抗那个万语魔神 到时候对方也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了 找自己的麻烦 自己也不用害怕 就在萧陈刚刚吸收完所有的鸿蒙色气之时 远处则是传了一声惊呼声 萧陈眉毛微皱立即瞬移过去 那一道身影可是司徒情语的 他大概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不过 就在萧陈以为司徒情语是遇到了什么大麻烦的时候 来到之后 却看到司徒情语一脸欣喜若狂 萧陈不由地紧皱眉头 怎么回事 司徒情语立即指着下方说道 快看萧陈 你可是血灵芝 在魔神身上明画出的血灵芝 萧陈朝着下方看过去 果不其然 地面上呆着一具白骨 应该就是那一位万语魔神的尸骨 而尸骨之上则是长出了几株血灵芝 这可是从万语魔神的身躯上长出来的 其中所蕴含的精华有多少可想而知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会有这种东西 这倒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这种血灵芝 年份恐怕不多了 一旦吸收 对于我们体质增强 恐怕是非同一般的 萧陈点了点头 随即再度开口道 嗯 你赶快把这些东西吸收了吧 我来给你护发 啊 这 这让我怎么好意思啊 这可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进来的 我怎么能够一个人 倾吞这些血灵芝呢 萧陈再度开口道 这种东西我以前有服用过 所以再吃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你吃吧 别浪费了 真的吗 司徒晴宇有些不太敢相信 萧陈确实再度点了点头 嗯 当然是真的 快吃吧 这 好吧 虽然司徒晴宇还是有些不太敢相信 但是 他也不想浪费时间 而事实上 萧陈当然没有吃过 只不过他的身躯 已经经历过萧家仙祖洗经法水 现在 他的身躯已经是和仙人没什么区别了 这种情况之下 他自然是不需要再吃什么血灵芝 而且他已经吸收了这里所有的鸿蒙族气 又得到了万语魔神的仙术传承 这种情况下 他还要去分司徒晴宇的东西 未免有些太不障了 很快 司徒晴宇便服下了所有的血灵芝 他的体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同时也让他大幅度的吸收了不少鸿蒙族气 可以说 这一次司徒晴宇得到了莫大的机缘 萧陈一直守候到 他吸收完毕所有的血灵芝 提升到了足够的力量 出关的那一刻 司徒晴宇双眸闪亮 光芒蹦现 他忍不住开口道 萧陈 我现在感觉 我身体里 有用不完的力气 萧陈胆然一笑 你刚刚至少也是吸收了超过五十万道的鸿蒙紫气 实力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有这种感觉 自然是正常的 顿了顿 他再次开口道 行了 我们的时间应该已经不多了 外面的魔神遗迹大门快要关闭 我们赶快出去吧 嗯 好 司徒晴宇答应一声之后 立即随着萧陈飞客地离开这里 因为没有了魔神的支撑 连阵法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人很快就回到魔神遗址的大门口 此刻 大门口早已经聚集了不止一个人 足足有四十多人 可以说 这个死亡率还是有些偏高 但是相比较之下 众人能够获得的好处也是同样不虚 几乎每个人都有提升 出来的人自然是心情不错 出不来的人也就出不来了 外面 几位长老则是一直在等待 很明显他们对这种事情不是一般的关心 要知道能够多出来一位家族传人 未来他们的派系就会更加的昌盛一些 看到司徒晴宇出来之后 司长老快速上前 九长老也快速来到萧陈的身边 小晨 你没事吧 托长老红服 我没事 小晨淡淡地开口头 九长老点了点头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这个时候 六长老却是双手伏背 脸色阴沉沉地走过来 司徒晴宇 你可知道为何 清雨没有出来 司徒晴宇心中莫名一突 脸上却是故作镇定 说道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有和他在一起 你没有和他一起 可是我怎么听说 有人看到了你 和他在一起 我 司徒晴宇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什么 司长老已经把他拉到了身后 挡在他面前 和六长老对峙起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六 莫非你是在怀疑我孙女不成 哼 老四 你别在这里护肚子 我告诉你 我们家清雨的死亡 若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的话 我纵然是跟你拼了这条劳命 也要杀了他 哼 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 你以为我会怕你不成 别说你家叶清雨的死亡 和我们家清雨没关系 就算是有关系 你也休想动他一根寒毛 我说的 华英一路 双方彼此之间其实真对 他们可都是万语魔神殿的长老级人物 如此强大的人物 其实已经迸发出来 那是何等的强大 别的不多说 光是空间屏障 都已经无法成声 空间屏障 直接当场崩裂开来 周围众人感受到这股炙强气息 都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太强了 这便是万语魔神殿的长老吗 他们之间光是气势比拼 就已经让他们有些无法成声 真不知道 要是换做了万语魔神大人 又该有多么的强大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九长老却是忽然之间 挡住了两人的中间 你们两个还是不要在这里出手了 都是长老级别的人物 传出去也不怕丢人 九长老突然介入 造成两人无法精益抵抗 故而两人虽然心里不爽 却也只能冷哼立声 选择放手 你给我记住了 这件事 我不会跟你轻易平息的 六长老狠狠地威胁了一声 但四长老却同样是丝毫不拒半分 怕你不成 而且我警告你 如果我孙女受到你一死一毫的伤害 我绝对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冷哼一声 六长老彻底甩袖走人 而司徒晴雨这才开口的 爷爷 叶轻雨的死 的确是和我们有关系 不过也怪不得我们 是他们欺人太甚 坏事做尽了 四长老摇了摇头 又又一声叹息 我当然知道 你们这点小心思瞒得住别人 可瞒不住我 当老六开口问的时候 我的内心其实就已经想到了一些 只不过倒是没想到居然会真的是你们杀的 司徒晴雨一脸愧疚 对不起爷爷 无妥 无妨 怕他不成 你们这件事谁都不要说 就当做没有发生一样 六长老这边刚刚离开没多久 转瞬之间 三长老便快速地追了上来 六弟 且慢走一步 六长老不由得皱起眉头来 三哥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我来找你 当然是为了你孙子的事情 六长老一听到自己的孙子 脸色瞬间就拉垮了下来 三哥 你明明知道 轻雨没有能够出来 我的心中已经十分不好受了 你怎么还来打去我 哈哈哈哈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来找你 实际上就是要告诉你 你的孙子就是萧尘杀的 你说什么 六长老瞳孔一嘟 杀一蹦先 那刚刚三哥为何不说 三长老冷冷一笑 你认为 刚刚我就算是说了 会有什么用吗 你没有看到 老四和老九 已经站在一条线上了吗 就算是我说了 那个萧尘 你现在也不可能对他出手 相反 只会打草惊蛇 让老四老九他们 更加照顾那小子 以后 我们想杀他都难了 三哥果然英明 不过 三哥怎么知道 是那个小子杀的轻语 很简单 因为我也派进去人了 而且 就是为了杀那个小子的 只是没有想到 窝的人也没有出来 都市觉悟一神 第四百五十六集 六长老眉头紧皱 三哥 你这么做 是为何 三长老冷冷一笑道 六弟啊 你不是不知道 那个臭小子 对我十分不敬 甚至还要和我约着 这种货色 你说我能轻饶了他吗 他也不撒跑鸟 照照自己的样子 还有那个资格和我对战吗 而且 六弟你也知道 那小子已经得到了 魔神大人的情思 成为了魔神大人的情节 我将来就算是和他打 也不能当着众人之面 杀了他呀 所以 我才不得不 出此下策的 六长老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三哥这话说的没有错 那小子的确是没有资格 和您对战 但可惜的是 他偏偏运气极好 抽中了魔神大人的情思 那现在 我们两个不如联手 除掉这小子 六弟 你心里应该明白 他既然已杀了清语 那意味着他内心 已经把你当作了敌人 未来 一旦魔神大人出关 他找到了机会 必然会对你出手 你可要当心啊 此言一出 六长老当即忍不住 流出一身的冷汗 的确 三长老说的这些话 一点也没有错 对方留着 绝对百分之百的是个祸害 但是如果不留着 又不能在明面上杀了他 否则的话 将来万语魔神 肯定会怪罪作解的 那样的话 别说是作解了 就算是整个派系 也吃不了兜着兜 好 既然这样的话 你说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好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各自派出自己实力最强的弟子 出手斩杀萧尘 现在你司徒晴雨杀了你的孙子 众人心中知道 你就算是想要报仇 也只会选择司徒晴雨 而不是选择萧尘 这样一来 谁也不会怀疑到你的身上来 柳长老点了点头 不错 三哥言之有理 既然如此 那我愿意和三哥联手 今夜就派人灭了萧尘那死 好主意 夜深 基本上各回各家 各找各忙 萧尘也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处 准备开始冥想修炼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之间 外面陡然压迫过了几道非同寻常的气势 萧尘微微眯起眼睛 以他的脑子岂能不知道 对方这是来干什么的 深吸一口气之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些家伙 还真是不肯让人消停半分呢 滑落 他瞬息消失在原地 再度出现的时候 人已经来到了外面 刚刚出现 几道身影便火速地将他包围起来 萧尘看着周围的几道人影脸色淡漠道 你们三长老 也就只有这么一点气魄吗 派人在魔神遗址里对我动手 现在又派人在外面对我动手 难道 他就这么害怕和我对战吗 放屁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让三长老害怕 萧尘耸了耸肩 看来 真的是三长老派人过来的呀 你说什么 你敢框我吗 几人脸色已变 显然意识到自己被萧尘耍了的事情 萧尘倒是一脸淡漠地开口头 出来混当然是要带一点脑子的 要是都没有一点脑子 比如像你们几个这样 我倒宁愿找一块豆腐 把我自己活活砸死了 混账 你竟然胆敢看不起我们 萧尘再度摇了摇头 唉 真是一群白痴人 算了 我懒得跟你们废话了 出招吧 我还赶着回去冥想 梳子 你吵死 一位高手怒斥一声 脚下一击众好 身子立即来到萧尘的面前 他来到的瞬间 一刀斩出 直逼萧尘的脖颈 萧尘不闪不闭 伸出两指 路上一个灵机之后 直接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要知道 他现在的实力 可是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个长老 他现在的体内 可是有大几百万的鸿蒙紫气的 这等实力 距离万语魔神 也没有多少太大的距离 所以纵然对方是三长老的坐下天才 却仍旧对付不了萧尘 什么 看到自己引以为傲的一招 被人轻而易举的就给破解了 对方的心理承受 简直在这一瞬之间就当场崩溃 萧尘冷冷一笑啊 这就把你们给吓怕了嘛 那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来这里暗杀我呢 话落 他轻横一声 超强实力竟然直接狠狠撞击在对方的心头之上 当场让对方忍不住的道飞说起 好强啊 众人瞳孔一苏 显然是没有想到 萧尘的实力居然已经达到了这么强大的层次 这简直就是超乎众人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想不到这小子随便一招进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真是太可怕了 他是怪物吗 还是在万语魔神遗址之中 他得到了莫大的机遇啊 萧尘的目光充满了弹幕 就仿佛完全没有将眼前这些人放在眼里一样 说够了吗 说够了你们就可以去死了 萧尘刚刚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已经没有再留下来询问的必要了 所以他直接选择杀了这些家伙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众人神色陡然紧张起来 萧尘带给他们的压抑 让他们连喘息都有一些困难 深呼吸一口气之后 众人立即开口道 这小子着实诡异得很 今天我们暂且先行撤离 之后再来找他的麻烦 好 既然如此 滑落 众人同时施展攻击 攻击可以拖延萧尘的移动速度 而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可以更好地逃跑 如果是在进入魔神遗迹之前 萧尘也许的确没有实力抵挡他们 但是现在 萧尘却是浑然无惧 看到众人的招式攻击过来 萧尘当即忍不住轻蔑一笑 随即 他心念移动之间 灭神刀斩杀而出 抄强的招式在这一瞬之间 便直接轰碎了对方所有人的招式 强悍的冲击波 甚至将所有刺客全部轰成重伤 无法逃离 什么 众人打惊失色 在我面前你们以为 你们有那个机会逃得掉吗 萧尘淡然一笑 语气中充斥着说不尽的自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却是瞬间袭来树到身影 萧尘 这里交给我们执法队就行了 你速速退下 萧尘眼睛微眯 轻横一声 再度施展朱仙剑意 他没有丝毫的隐藏实力 当场便直接将所有人 全部都给轰杀成章 混账 执法队的诸位高手来到这里 看到这一幕当即怒吼了一声 眼神之中充满了对萧尘的愤怒 萧尘 我们明明已经说过 这里的事情由我们执法队来负责 谁让你出手的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萧尘淡然一笑 他在心里面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这些家伙的意图 他们可都是自己人 如果让他们把这几个人带走 就算是用脚趾头 他也能够想象得出来 这些人肯定会救好他们 所以 他才会提前出手 抢先一步将他们斩杀 这是萧尘的规矩 招惹他的人 必须死 绝不放过 你笑什么 执法队的成员和长老 显然怒气未消 但是萧尘却是丝毫不曾慌乱半分 我想笑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就好像今天这里的事情 他们是来杀我的刺客 我杀了他们 有错吗 跟你们又有个屁的关系呢 你放肆 放肆的是你们 萧尘 萧尘脚下一句重疼 喜事奔发出去 瞬间将几个人给活生生的轰退出去 众人心头一串 对萧尘当场忌惮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才忽然间想起来 眼前的这个家伙 可不是一个善茬 针对他们之后 萧尘脸色冰冷 再度开口头 我懒得跟你们过多的废话 我想你们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今天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我和你们三长老有战约在 说句不好听的 我现在就算是杀了你们这几个家伙 你们的三长老也无法对我动手 你们可要给我好好地想清楚了 此言一出 全场所有人瞬间一惊 众人攥了攥拳头 彼此相识一眼 随后方才冷声说道 哼 小陈 算你狠 不过你可不要太过得意了 我们今天虽然放过了你 但是三长老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和三长老的约战 很快就要到了 到时候我们倒要看看 你还有多少机会 走 话路 众人飞快逃走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小陈则是全然不在乎 这些白痴对他而言 就是一群小虾米而已 他现在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 看到这些人走了之后 小陈摇了摇头 回到了座家的房间 再度开始修炼起来 他想要利用鸿蒙图 冲击一下万语魔神的实力试试卡 一旦能够冲击成功万语魔神 那么他以后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万语魔神会对银河系做什么了 小陈这边回去安静地修炼 而另外一边三长老那里则是起得暴跳如雷 这个混蛋 住上 住上 他愤怒地吼了出来 简直是愤怒到极点 要知道 他派出去的可都是他和六长老手下的嫡系 都是他们派系之中实力最强的存在 如今全部都被萧尘给杀了 一个不留 这代表着未来 在年轻一代之中 他们的后卫会无法经意追赶上其他长老派系的后卫 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尤其是对于他们这种 已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的长老 更是一种重创 长老息怒 您的身子要紧啊 在场之人无不是跪倒在地 全部都竭尽全力地奉劝长老 三长老咬着牙说的 这让我如何息怒 这个混蛋 他竟然杀了我的精锐弟子 我要杀了他 我一定要杀了他 众人联盟再度劝戒的 长老 您要想清楚了 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办法杀了他的 您现在对他出手 其他长老绝对不会同意 只有在约战时候 您才能杀死他 不错啊长老 您当我自己应该是平息心情 好生修炼才是 三长老深呼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自己内心的那股子愤怒 随即方才开口冷声 这个臭小子 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月斩之日 老夫倒要看看 谁还能救得了你 话落 三长老一甩袖子回到自己的密室 开始修炼起来 这边 萧尘也在源源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修为 很快 他的修为便已经达到 999999道鸿蒙子地 距离那传说之中的万语魔神 倒是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距离 可别看着一丝丝的距离 对于分界点来说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唉 这次距离魔神之际 只有一丝距离 居然又和之前一样 始终是无法突破这最后的一丝关架 看来万语魔神之际 也需要一定的感悟才行啊 摇了摇头 小陈不再多想这些 算了 就算是我想 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想得通的 还是先去解决了那个三长老八 今日 已经到了约战的日子了 虽然萧承还能够继续修炼 试图看看 能否冲击进入万语魔神之境 但是 此刻他也不得不走了 毕竟 他可不想让人嘲讽他胆小怕事 不敢应战 当他出关 来到约战之地的时候 这里的星空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萧承和三长老约战的事情 这可是整个星际之中的大事 谁不想看看到最后会发生什么 是萧承被三长老斩杀 还是三长老饶恕萧承 你们快看呐 萧承来了 这家伙还真敢来啊 而且还来得那么早 他就不怕死吗 鬼知道啊 这小子一向虎得很 天不怕地不怕的 之前又得到了万语魔神大人的情思 所以有些得意忘形 飘飘然了吧 你们猜 这小子和三长老对战 究竟谁会赢呢 这还用猜 开什么玩笑 要知道 三长老可是长老级别的存在 他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我们用脚之头都能猜出来 萧承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呢 不错 萧承要给三长老踢鞋的不配 只不过他肯定是想要出出风头 最后关头 怕是要拿出来万语魔神大人的名号 来压制三长老了 都市觉悟一神 第457集 众人纷纷摇头 看向萧承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嘲讽的笑语 但是萧承也懒得搭理他们 此刻的他 目光平静如水 丝毫不以为意 这群蝼蚁 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他的伟大之处呢 他缓缓移动 来到了星球之上 这里本来是负责登记的星球 之前因为长老们的发怒 直接导致他被活生生的劈成两半 此刻他就好像是一对没有颜色的石头 静静地躺在了星空之中 萧承来到之后 便双手伏背 直接开始闭目养神末世 而不多时 便是另外几道气势急速射来 这几道气势 每一道气势都非常清晨 让人无法直视 很显然这几个都是长老级别的存在 因为在这里 也只有长老级别才能够达到这个层次 快看啊 是三长老出来了 三长老这一来 战斗肯定无法避免了 就是不知道 萧尘能够撑得住几招 但愿他不要再继续撑下去了 这个家伙已经很妖孽了 我觉得还是让老天爷收了他吧 不理会众人的话语 三长老飞速地来到萧尘的对立面 也就是另外一半星球残骸之上 萧尘目光淡然地说道 你来得倒还挺晚的 我还以为你会早来一些呢 三长老冷冷一笑 怎么了 你就这么着急找死吗 萧尘怂了怂间 找死 我想你大概是误会了什么 让我死 你还没有那个资格 倒是你 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 好好地想一下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死亡 不如先为你自己祈福一下 如何 萧尘的狂妄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无语 在他们的眼神之中 萧尘此刻就仿佛是一个在作死的小丑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家伙 还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他眼前的人是谁啊 那可是三长老啊 整个万语魔神殿之中 实力都是屈指可数 十分靠前的存在 他不想办法尽量平息对方的怒火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搞怒对方 简直是太不明智了 三长老冷冷一笑 朝着其他几位长老扫了一眼 冷笑道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可不是我想要找他的麻烦 是他想要找我的麻烦 自己作死 这可怨不得我 来会儿 我又杀了他 你们不要出手阻拦 猫子的话 可别怪我不客气 众人忍不住眉头微重 老三 你可不要胡来 你要知道这家伙 可不是寻常人 他乃是我们魔神大人的情节 少跟我提什么情节不情节的 我告诉你们 这小子今日我杀定了 除非万语魔神亲自出面 猫子的话 谁都不可能救得了他 萧尘脸色淡磨的 九长老 你们不用劝他了 这场比赛 是我向他发出的挑战 我会杀了他 所以 我也不需要你们为我出手 九长老等人都忍不住 皱紧眉头了 你是不是疯了 萧尘 你根本不知道 长老级别的存在的厉害 你不是他的对手 萧尘再度开口道 我正想要领教一下他的厉害 三长老嘴角青阳 不是死活的东西 这可是你亲自说的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我死 一声立合之后 三长老脚下一击中他 身子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度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萧尘的面前 死定了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没有一个人相信萧尘能够躲开 对方的实力太强了 跟萧尘比 萧尘和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档子的 这么一出手 谁能够对付 三长老也是如此的感觉 那脸上带着一股子轻蔑和杀意 他一拳挥出 空间当场破碎 超乎寻常的力量 在这一瞬之间直击萧尘面门 他甚至能够想象得到 这一招落下 萧尘会被他直接当场吹得稀巴烂 一想到萧尘害死自己这么多的手下和精锐 他就忍不住感到一阵复仇般的痛快 终于杀了萧尘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萧尘却是伸出一掌 就那么极其普通 轻而易举的一掌 却是瞬间挡住了三长老的一拳 这一瞬间全场结晶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是怎么回事 他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 这太不可思议了 你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三长老是一脸的懵逼啊 而萧尘则是脸色淡然的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 你只需要知道 明年的今日是你的忌日就行了 三长老冷哼了一声 哼 我不要以为你的实力提升了 我就怕了你 你真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不成 臭小子 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 长老级别的实力 不是你可以轻易招惹的 话落 三长老陡然出招 近距离施展仙术 仙术 龙狂乱舞 一招出 数十道龙形魂魄 呈弧形朝着萧尘的四面 拔放轰炸过去 无数的雷霆炸裂 引发空间震荡 空间平整 都被当场粉碎树走 但是当爆炸消失 萧尘却是一身金光 站在三长老的面前 不灭精神仙术 如果是以前 萧尘的实力肯定不能够 抵挡三长老的这一周 但是现在 萧尘的实力 已经不值得要超出 三长老多少了 所以 他根本就不惧怕 对方的轰炸攻击 还死呢 这一幕更是让 不少人都为之以惊 萧尘竟然站在原地 就抵挡住了 三长老的仙术攻击 这真是太过可怕了 这番实力 已经不值得 达到何种层次了 这个家伙 好强啊 他究竟是怎么练到 这一步的 他的实力 在进入魔神遗迹之前 应该也只有 一百五十万道 鸿蒙紫器吧 怎么这么快就 提升到了这个层次啊 晴雨 你知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四长老忍不住 问了一声自己的孙女 然而 司徒晴雨 也是一脸懵 和震惊的表情 我 爷爷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 萧尘带着我 进入一个 万遇魔神前辈 作画的遗址之中 你说什么 众人全部震惊起来 尤其是四长老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没和我说 司徒晴雨 略带一丝歉意的 啊 爷爷 我之前 也想跟你说的 只是当时 孙女吸收了一些 万遇魔神前辈师身上 演化车的血灵芝 急于修炼突破 便没有来得及 告诉爷爷 想不到这小子 居然可以得到 一个万遇魔神前辈的传承 这小子 不仅仅是天资卓越 运气更是非同一般呢 司徒晴雨 忍不住苦笑起来 大家都是进入了 万遇魔神殿 可结果呢 人家萧尘变得 这么强大 自己可倒好 变得这么垃圾 虽然自己提升 也有不少 可是和萧尘 一比较起来 自己简直就是 垃圾中的垃圾 根本就不够看的 众人惊叹于 萧尘的强大和机遇 而三长老则 是无比的愤怒起来 混账 你这个混账 我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对方一个臭小子 居然现在实力比自己还要强 我杀了他 他怎么能够忍受 怒吼一声 他再度施展一招超强先术 形成阵法 斩断一切 将萧尘完全捆绑起来 而萧尘则是心念一动 初仙剑以迸发而出 瞬息便将这一切斩断 三长老狂怒起来 那一双眼睛甚至是因为过于愤怒而变得心红起来 正当他准备施展第三招的时候 萧尘则是已经不再忍让 一而再 再而三 萧尘也懒得再陪他胡闹 脚下一击重堂 九道斩天剑盟全部轰炸在三长老的身上 三长老被急速地轰退出去 萧尘大手西空一抓 便以天罗地网大阵 直接将三长老封锁起来 三长老怒吼连连 犹如一只濒临死亡的野狗愤怒出击 其他几位长老看到这一幕 立即赏钱 朝着萧尘开口的 萧尘你不能这么做 三长老在我们万语魔神殿可是一代高手 你若是杀了他 对于我们万语魔神殿来说 可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萧尘目光淡然的 损失就损失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 萧尘你不要太过胆大妄为了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魔神大人的情节 就可以对我们如此无礼 我们可是魔神殿的长老 纵然是没有功劳 也得有苦劳吧 开口的是六长老 萧尘却仅仅只是瞥了他一眼 在魔神遗址之中 你那不长眼的孙子就找我的麻烦 怎么着 现在 你也想找我的麻烦不成吗 六长老身去一阵 你 你 莫非说我们家清语 就是被你斩杀的 不错 萧尘冷哼了一声 声音如奔雷照响 在六长老的耳边 狂妄至极 六长老身子一阵 想要说些什么 却无可奈何 最终只能深呼吸一口气 选择压制下去 没办法 如果萧尘之前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超强实力 他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萧尘 但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了 萧尘得到了一位万语魔神的传承 而且萧尘也已经表现出这么拟天的实力 他就算是一个傻子也不敢再去找人家萧尘的麻烦 看到六长老默不作声 萧尘方才轻哼了一声 不再多说什么 紧随其后 才将目光放到了三长老的身上 三长老瞳孔一缩 立即大声地喊道 萧尘小二 你想要做什么 你当真要杀老夫不成 老夫可是魔神殿的三长老 我已搞权重 你若是杀了我 魔神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萧尘直接一刀斩出 当场将三长老的双腿斩断 三长老惨叫了一声 看到萧尘真的敢出手 立即忍不住地惊呼道 萧尘 你快住手 本长老错了 我愿意和你和好 你不要再继续出手了 但是他话音刚落 萧尘却是又一记刀忙斩来 你想得也太美了 刚刚嚷嚷着要杀我的时候 怎么没有求饶 现在你落了烈士 就要求饶 当我萧尘是傻子吗 萧尘心里清楚 如果此刻换作是自己 三长老是绝对不会饶恕自己的 所以他也不会守下留情 在三长老的一声惨叫之中 萧尘直接最后一刀斩灭了他所有的灵魂 萧尘三刀灭杀了三长老 全场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全部都忍不住惊呼起来 我的老天爷啊 他竟然 竟然真的斩杀了三长老啊 我还以为他不敢呢 没想到 他这么有胆量 难怪他会得到 万语魔神大人的锤枪 在场之人对萧尘有赞赏 也有摇头 谁都知道从今以后 这万语魔神殿 怕是没有人能够和萧尘 在一较高下了 无论是他的实力 天资还是气韵 简直都是极品中的极品了 一瞬间 无数人都忍不住羡慕起萧尘了 而杀了三长老之后 萧尘的脸色 并没有任何多余的波动 他只是朝着在场 所有人淡然开口道 今日之事 乃是我和三长老之间的恩怨 我想你们应该都很清楚 自从我来到万语魔神殿之后 三长老的人 就一直接二连三地 找我的麻烦 我和他之间 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至于其他的 我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 从今以后 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 记住一点 我萧尘不会主动惹事 但是不代表我会怕事 如果有谁那么不开眼 非要来找我麻烦的话 我想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句话一出了 全场所有人 都忍不住狠狠颤抖了一丝 萧尘目光所及之处 全部都纷纷地低下头去 哪怕是六长老 此刻竟然也有那么一丝丝的心虚 没办法 谁让萧尘那么强大的 在萧尘的面前 他们真的是毫无认可的抵抗能力 本来指望着 在万语魔神出关之前 他们还能够斩杀萧尘 到时候就算魔神大人追究下来 他们也不用害怕 但是现在 一切计划全部都完蛋了 这件事至此应该算是告一段落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 从万语魔神殿的正中心 陡然传了一阵巨链 又狂暴的气势 感受到这股子气势之后 在场所有人当场脸色大变 无不是震惊到极点 是魔神大人 魔神大人即将出关了 好强啊 魔神大人的气势更加强大了 而且不仅仅是强大 看这股子气势啊 他似乎是领悟到了什么 萧尘忍不住皱起眉头 脸色多多少少有些难看 这就是那个 把自己弄成他情节的女人 居然在这个时候出关了 不知道戴尔夫尔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很快 一个弟子跪下了 两个弟子跪下了 三个弟子 甚至是越来越多的弟子 全部都跪下了 甚至胡连同那些长老们 也全部都一起跪下 这么多人一起跪下 足以看得出来 那万语魔神的实力 强大到的何种风格 否则的话 咱们能够得到 这么多人的幸福 这样一来 萧尘反倒有几分 想要见见那个 万语魔神的感觉 很快 从万语魔神的正中央 那一股至尊气势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强达到了极限 连整个万语魔神殿 都被笼罩在其中 一道光芒 浮尘万方 萧尘朝着那其中看去 虽然距离很远 但是 却也能够清楚地 看到一个 绝美妇人的容貌 这大概便是 魔神之境的神童 十分强大 非同一般 看到那妇人的一瞬间 萧尘也忍不住 有几分失神 她的容貌 虽然是绝美 但是也谈不上 独霸宇宙 严格来说 她的容貌 只能够占到 九成八左右 她更重要的 是那眉宇间 一股子 无法隐藏的气势 那种气势 说严厉不严厉 说冰冷不冰冷 说热情 却又谈不上 总之 其有一种 高高在上 不容侵犯的感觉 却有一股 说不清的清和力 让人不敢轻易地 拒绝她 似乎是感受到 萧尘在看她 她竟然朝着 萧尘扫了一眼 萧尘眉头略微皱气 点了点头 算是大招呼了 夫人更是诧异无比 她没有想到 萧尘居然能够 对自己如此平淡 要知道 寻常人 不是被她的美貌 所吸引 就是被她的威压 所震慑 能够像萧尘这样 看到自己之后 还能如此平淡的 真是不多见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眉头 却陡然间皱了起来 在她刚刚皱起的 这一瞬间萧尘就隐约感觉到 有几分不妙的感觉 事实果不其然 就在她刚刚皱起 眉头的那一刻 远方的星际 陡然之间 射了两道强光 直逼她的面门 不好 萧尘与一众长老 陡然之间脸色大听 似乎谁也没有预料到 居然有人会在这个时候 偷袭万语魔神殿 而且又有谁 敢轻易偷袭万语魔神殿 除了万语魔神 怕是没有其他人了吧 伴随着一声决烈乍响 两道志强能量 直接将万语魔神吞噬殆尽 与此同时 众人后方 也打开了两个 巨大的时空之门 从其中一座 已有个子 飞出了一列大军 其实力竟然不亚于 万语魔神殿的实力 这让萧尘也忍不住脸色凝重去了 人情中已经有人认出了 对方的身份 是地灵魔神殿 和地气魔神殿的人 老天爷 怎么会是他们呢 他们两个 个寿命昭出的存在 即便是身为万语魔神 也多情不义 迎来宇宙中 不少人对他们的口诛笔伐 没想到 他们居然还来我们这儿 这简直是太可怕了 两大魔神一同出手 谁也能够抵挡 这下子 我们怕是要完蛋了 大长老怒吼了一声 说道 地灵 地起 你们两个混蛋 竟然敢来偷袭 我们的魔神大人 你们两个 就不怕违反魔神联盟公约吗 两人黑黑一笑 狗屁的公约 我们两个既然来了 自然不怕 两大魔神降临 一时之间 全场都陷入了混乱之中 这一刻 萧辰忍不住皱前眉头 脸色变得无比凝重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面居然会突然降临 两个魔神 虽然他对魔神殿 并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 若是让对方两人 随意灭了这个女魔神 自己的未来 怕是也要有麻烦 但如果直接对两位 万语魔神出手 他现在 可没有达到万语魔神的势力 对于他来说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压力的 正想着 那万语魔神殿 再次传了一声剧烈爆炸 紧随其后 女魔神的身躯 缓缓出现在人群面前 刺客的他 伤目冰冷 寒芒死射 直逼对方面门 你们两位 倒是会挑一个好时候 什么时候不挑 偏偏要挑我刚出关 真是够不要脸的 嘿嘿嘿 红雅 这可不怪我们俩呀 要怪就怪你长得太诱人了 我兄弟二人 对你是情有独重 今日前来 也正是想来向你求婚 与你低级良缘而已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什么 红雅魔神冷冷一笑 你们两个把我当成傻子不愁 我听说 你们二人 最近得罪的魔神可不少 想拉我入你们活 你们两个 有那个资格吗 红雅 女人有时候不要太聪明了 不错 红雅 你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要么就随了我二人的心愿 大家以后都能一起活下去 要不然的话 我们可不建议 在临死之前 拉一个垫背呢 红雅魔神 急去补写的轻面一眼 不必想这些破事了 就凭你们二人 根本没有资格 跟我联合 更不要提 跟我成亲 那可就怪不得我二人 拉手催花了 地灵地起两位魔神 猙獰一笑 随即 直接朝着 红雅魔神出手 魔神之境的实力 那是多么的强大 随便一挥手 便足以轻而易举地 改变周围的世界 让无数人为之心计 为之疯狂 为之恐惧 为之绝望 一周 整个星域的空间都被禁锢 除了千玉杀神之外的存在 根本无法动物 只能够被禁锢 在这空间之中 而一旦被禁锢 在这空间之中 他们剩下的便只是 悲哀和死亡 魔神的攻击 一个冲击波 都有可能毁灭他们 但是此刻 谁又有心思去管理 他们这些卑微的蝼蚁呢 大人物们自己 已经尚且自顾不暇了 两大魔神一出招 红雅魔神自然也不甘示弱 心念一动之间 一道仙术已经攻击出来 直逼对方的招式而去 三人的招式撞击在一起 当场就引发了一场轰然爆裂 超强的爆裂声 仅仅只有一招 便当场阵子无数十方战神 与数位百鱼斗神 在魔神之境的面前 他们根本就没有出招 遮挡的刺客 他们 就是活生生的蝼蚁 只配被碾压弄死的 活生生的蝼蚁 所有的长老们都忍不住地 满脸惊恐地看着这一切 这就是魔神之间的战斗吗 简直是太过可怕了 何止是可怕呀 这简直就是一场末日呀 一场磨难 我们这些人啊 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 惨合进去这一场战斗之中啊 魔神大人 仅凭一人之力 根本无法承受住两个魔神的对战 看来这一次 我们魔神殿要完了 众人一片绝望 唯独消沉 因为此刻 他陡然间发现 在观看对方三位魔神之间的战斗时 他竟然隐约多了一些感悟 这些感悟 正在源源不断地帮助着他 朝着万语魔神前进 何谓魔神 非魔非神 一念成魔 一念成神 这是一个没有准确概念的存在 是一个空灵体制 这个境界的修饰 剩下的只有强大 只有能量 只有变强 只有存活下去 其他的任何杂念都没有 而消沉之前 却还总想着保护迎合星系 保护师父 保护柳迎轩母女二人 他给自己设置下的羁绊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正是因为有着这么多的牵绊 所以他才无法进入那最后一步 但是现在 感悟到这些之后 消沉体内的最后一步封印 也终于突破了 轰了一声 星空之中 陡然传了一声巨烈乍 紧随其后 一股浩瀚威压疯狂地 从消沉的体内蔓延出来 同时 消沉的身体表面 也放射出一道道黄金色的光芒 那种超乎寻常的压力 让人忍不住瞳孔紧缩起来 是魔神 是万语魔神 我的天 这小子竟然突破到了万语魔神 我的天 这小子未免也太过妖孽了吧 来到这里之前 他可仅仅是一个千语杀神初期的修士啊 这才多久 一两个月 他就已经突破到了万语魔神 难道说 这都是那魔神传承给他带来的好处 非也 魔神传承 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创造出一位万语魔神 否则的话 他也就不用死了 万语魔神的传承 应该是发挥了一半的作用 其他的全部都是因为消沉的天赋使然 是他的超强天赋 让他做到了这一步 这小子如此可怕 简直非比寻常啊 众人忍不住感慨万千 恐怖到了极致 同时也羡慕到了极致 这是何等的天赋 如此短的时间内 加上一个魔神传承 就直接晋级到了魔神之境 这是他们所有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事实上 萧尘本身因为先祖洗腥法子的缘故 禁忌是非常容易的 他本身比万语魔神 还能够更多的容纳鸿蒙族气 只不过他还差那么一丝丝的感悟 如今这最后一丝丝的感悟也已经来到了 他自然而然也就顺理成章的 禁忌到了万语魔神的境界 而在他禁忌到万语魔神的境界之后 那两方万语魔神注意力 也陡然放到了他的身上 开死的 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一个臭小子 居然这么走运 现在突然突破到了万语魔神的境地 不过那又如何 他就算是突破到了万语魔神 也不过是刚刚突破 凭他还不足以 对我们造成过多的影响 先动手杀了他 免得他待会儿出来插手 祸害我们之间的好事 好 话落 两人的气势走人之间将萧尘给锁定起来 萧尘不由地感觉到有些头疼 他倒不是害怕这两个人 只是他完全没有和他们打的必要啊 被他们两个找麻烦 对于自己而言简直就是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麻烦事 可惜的是 刚刚突破的时候 他也是绝对没有办法压着自己气息的 不过 深呼吸一口气之后 萧尘也就释然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是萧尘的做事根本 如果对方真的招惹他了 那么 就算是对方的实力非同一般的强大 他也不会轻易饶恕对方的 我劝你们两个 最好不要随便来找我的麻烦 因为我 没有想掺和你们的事情 两位魔神冷冷一笑 小兔崽子 你以为你说的话 我们两个就会相信吗 于传至极 杀 萧尘不由地有些无语 他说真话的时候 偏偏没有人相信 眼看着 两人就要出手 红雅魔神陡然出招 他这一出手 瞬间轰退了两人 而他则是趁机来到萧尘的身边 现在看来 你是走不了了 既如此的话 那还是陪着我 一起战斗 击退他二人吧 萧尘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开口头 现在 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红雅好不容易抓到他这个帮手 现在 就算是他不想掺和进来 红雅怕是也不会轻易地放过自己 你知道就好 话音刚刚落下 萧尘陡然出手 拦住他的腰肢 瞬移离开了这个方位 下一刻 从那爆炸产生的烟尘之中 竟然放射出两团璀璨光环 笔直地射过两人方才站立的地方 红雅刚刚想要发怒 看到这一幕 心头微微惊愕 随即放下了对萧尘的戒弟 萧尘松开了他的腰 前方的烟尘也逐渐地缓缓散开 地灵与地气这两个超级高手 也缓缓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不过此刻 两人的脸色明显都有些不太好看 被人偷袭 而且还是接二连三地偷袭 他们想要还击 却又被对方给逃开了 这种巨大的耻辱 对于两个万语魔神来说 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深呼吸一口气 两人陡然出手 杀了他们 萧尘目光平静如初 这两个你挑一个吧 红雅翻了翻白眼 随即出手对抗地灵 而萧尘自然而然就对上了地气 地气显然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存在 当萧尘还没有出手的时刻 对方就已经抢先出手了 他没有念任何招式的名字 却顺发出了仙术 直接将萧尘给活生生的锁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招如果打在萧尘的身上 萧尘当场就有可能中错 因为那两人中间的空间 全部都开始破碎下来 萧尘也没有丝毫大意 经验移动之间 终极防御阵 不灭精神 陡人出招 阻挡了对方的一招 轰的一声 剧烈的爆炸力 还有无情的能量波 在这一瞬之间 当场就活生生的吞噬了萧尘 他怎么样了 他应该没事吧 想的美 一个老牌魔神打成这个样子 他毕竟只是一个 新进的万语魔神 想要和真正的魔神大人硬扛 他还没有那个资格呢 然而 就在众人纷纷嘲讽和痛骂的声音 正激烈的时候 那陈烟之众 竟陡然舍来八道至强剑 剑意 剑意不多 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此近距离的攻击 再加上战鼓天赋的支持 提升 萧尘一瞬间 就将对方给活生生的轰退了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陈烟散去 萧尘完好无损地走出了 全场所有人瞬间下巴掉了一地 眼珠子死死地瞪着劳大 萧尘出手了 而且还一招轰退了对方 这家伙未明也太过妖孽了 要知道 他才是刚刚达到了万语魔神的势力 满打满算 也就只有魔神出气的势力 而对方可是一个老牌魔神了 这种情况之下 他都能够化险为夷 简直不是人 很快 陈烟散去 地气的模样出现在众人的眼睛里 他攥紧拳头 此刻的他可以说是狼狈到极点 无论是从哪一方面都是丢人丢到家了 如果说他对抗的不是萧尘 而是红雅魔神 应该还不至于这么丢人 偏偏他对付的是萧尘这个家伙 这简直是把他的老脸摁在地上摩操 耻辱 浓浓的耻辱 小兔崽子 我若是不宰了你 我今日就跟你姓 萧尘目光淡然了 那还是算了吧 你这种不忠不孝的儿子 收了你之后 我怕是一世英明啊 都要被你给毁了 我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看我的顶级纤术 澎流爆雷阵 此招一出 周围空间瞬间 全部都被他给活生生的笼罩了 这些东西虽然有种电流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却不是电流 而是一种极其微弱的离子 这种微弱的东西充斥了整个空间 可谓是无孔不入 甚至忽连灵器都无法防御他 而他一旦进入人体之后 便会引爆人体微生物 这极其恐怖的攻击招式 看起来十分细微 实际上却是杀伤力十足 小陈微微眯起眼睛 心神一动 身子瞬间移动出去 躲开了这个阵法的笼罩 不过帝奇显然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他 臭小子 在我的面前 你以为你可以逃得掉吗 给我受死吧 给我死 怒吼连连 他当即朝着消沉火速追了 输到阵法 前后左右全部封死消沉的路线 怒吼着 帝奇以更快的速度飞速地靠近消沉 小陈则是皱起眉头 不断施展瞬间移动 这个狂流暴雷阵 的确是有些棘手 一方面来说 这个东西的招式的确是非同一般 小陈短时间之内还真没有对抗这个招式的办法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帝奇的实力本来就是要比小陈要强上那么一丝丝 所以小陈也不敢太过轻敌大力 在经历了连续的瞬间移动之后 小陈也是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对抗对方的办法 因为他的瞬间移动距离非常短了 所以他只能够移动到阵法之外 可是帝奇的速度同样不满 换句话说 几乎他刚刚瞬移过来 帝奇就已经找到了他的位置并且追赶上来 照这样下去就算是过一亿年 他也躲不过去远 信念移动之间 小陈立刻制造出来十道分身瞬息离开 十道方向让帝奇瞬间一冷 迷火之术 话音刚刚落下 小陈便再度出手 诸仙剑意 十道分身家本体同时施展的诸仙剑意 全部轰炸在帝奇的阵法之上 刹那之间 让帝奇的阵法剧烈地震惨了一下 看起来极为恐怖 什么 帝奇当即忍不住打惊失色 阵法虽然没有破灭 但是他仍旧忍不住的震惊 因为那十道攻击是对等的 也就是说 此刻的十个消沉并不是虚影 而是十个有着相同完整攻击率的存在 小陈这边看到自己的攻击没有对对方造成巨大的震慑力 不由得眼睛微眯 同时他也在第一时间退开 就在他退开的那一瞬间 地结已经再度攻击上来 臭小子 你的确是有几分手段 连我都没有想到 只不过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在我的面前 你依旧只是个垃圾而已 帝奇疯狂用狂流乱雷震 昆士消沉一个又一个分身 眼看着分身越来越少 消沉却并没有担忧 而是稳步后退 每后退一步 他的能量都会暴增到一个新的层子 天纲八步 这可是那个魔神的保命杀招之一 能够在八步之内 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提升自身力量 八步过后 第七已经灭给了消沉的八个分身 冲向了第九个分身 臭小子 这一侧 我看你还怎么偷跑 受死吧 你注定了要死在我的身上 而与此同时 小沉也已经使出第二招 通卫拳 通卫拳一出 那集结着天纲八步的能量 全部都在一瞬之间 达到了第七的后背之上 轰的一声 巨大的战斗力 一瞬之间就直接重创第七 让他忍不住 当场喷出了一口鲜血 狠狠地喷出一口鲜血之后 第七的阵法也终于消散于无形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个臭小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怎么做到 打到我的后背的 小沉目光淡然 这个问题 等你到了地狱里 有人会告诉你的 放屁 第七指着小沉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小兔崽子 不要以为你有实力对付我 老父想要灭了你 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给我死 一声令和之后 小沉当即忍不住 皱起没了 对方已经被他激怒 要施展更强的杀招了 而这个时候 他是不可能再施展天罡八部的 虽然刚刚已经重创了第七一次 但是 对于一个万语魔神级别的存在来说 这算不得什么 没有天罡八部的加持 但凭着小沉的战斗值 哪怕是由战鼓天赋 也无法对对方造成威胁 双方彼此之间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已经攻击过来了 小沉不敢有丝毫大意 心念移动之间 不灭精神和终极防御阵 已经施展开来 不过 低起的强悍杀招 已经当场轰炸过了 小沉的终极防御阵 在这一瞬间就被当场毁灭 除此之外 那不灭精神也被对方的招式 给打得咔嚓咔嚓的 开始破裂开来 小沉眼睛微眯 立即施展瞬移 移动开来 可是地起却丝毫不肯放过来 他立即转移过来 再次朝着他攻击过来 浓浓的杀一颈追着小沉而来 眼看着他再度追上小沉 小沉心念移动之间 再度分化出分身 这一次 他直接分化出108道分身 将自己的变化之术 演绎到了极致 看到这108道分身 纵然是地起也忍不住打了个舵子 他可是刚刚领教了小沉分身的实力 这些分身 看起来虽然和旭影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 他们可是拥有实实在在的 和小沉一样的实力 纵然自己的实力 要比小沉强大那么一些 但是他也承受不住 这么多的分身 整整108道 这个家伙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仙术 怎么怎么变态 这么逆天 就在这个时候 小沉同时施展无数道斩天剑和灭神刀 108人同时施展 漫天都是刀光剑影 除此之外 再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 金色和银色彼此交织 四眼无比 所有的招式 全部都无情地轰炸在第七的招式之上 直接将第七的招式 给活生生的引爆开来 巨大的爆裂光芒 让所有人都有些无法睁开眼睛 恐怖到了极点 不过 第七显然不会被这种程度的攻击 就给打趴下去的 当爆炸结束的那一刻 第七也撕开了爆炸层 臭小子 我说过了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给我去死吧你 他的脸上带着 浓浓的猙獰神色 但是 就在这猙獰神色 刚刚流露出来的时候 萧尘已经是展开了 八道碎星猎空战 不好意思 想杀我 你怕是没有那个机会了 话路 所有的猎空战同时发动 这八道猎空战 可都是萧尘和其分身 在使用了天罡八部之后 同时爆发出来的能量 攻击力足以威胁地七的生命 这个小兔崽子 我要杀了你 地七愤怒出急 他才刚刚撕开爆炸层 根本无法阻挡萧尘的攻击 准确的来说 他被萧尘给阴了 这个畜生居然胆敢硬他 不过可惜的是 萧尘并不会给他选择的余地 心念移动之间 萧尘已经出手了 所有的招式 全部都无情地轰炸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这是一种多么无情 多么残酷的事情 而且还很憋屈 因为萧尘的实力 本身是比不过力气的 他只不过是一个 刚刚踏住了万语魔神境界的存在 结果呢 竟然可以和自己打得平分秋色不说 甚至还要压自己一筹 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个畜生 畜生 可不管他的心中怎么想 萧尘的招式都终究是打在了他的身上 超强的招式一波又一波 活生生地将帝奇给轰炸回去 另一边 正在和红雅对战的地灵魔神 显然有些吃力了 他忍不住地朝着这边怒吼道 帝奇 你这个白痴 你在干什么 咱们还没有过来 再不过来 老子就撑不住了 陈炎缓缓散去 帝奇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 正死死地盯着萧尘 给我闭嘴 顶不住也得顶 今日 无论如何 我都要杀死这个小兔崽子 否则的话 我帝奇就不活了 怒吼一声 他脚下一击重蹈 身子载度朝着萧尘 七声而上 我倒是要看看你 还能发出多少次那样的攻击 帝奇现在已经是彻底地愤怒起来 他已经是几乎不要命的那种状态了 此刻的他 说是一条疯狗都不为过 面对这样一条疯狗 萧尘也不敢过于大意 翻身全部同时出声 以108道修罗血约阵 活生生地压制了帝奇的身躯 超前能量让人无法呼吸 帝奇的能量被一纷纷地压制 急速锐减 但即便是如此 阵法还是有些难以困住 被他挣脱的开始一层层地破裂开来 修为上的压制始终是难以逾越的 萧尘深呼吸一口气 再度施展战鼓天赋 来提升做起的能量 然后 所有的分身都开始朝着帝奇的身上扑过去 前去压制帝奇 来到帝奇的面前 不等帝奇出手斩杀 这些分身便逐一引爆 这样一来 纵然帝奇的势力很强 可是他也无法轻易地阻挡萧尘了 终于 本体再一次的天罡八部踏完 体内能量顿时开始 无限制地疯狂飙升起来 加持完天罡八部之后 萧尘便急速开始蓄力五神强踢 五神强踢的蓄力 可以让这一招威力不断地飙升 可以说 萧尘此刻所有的能量飙升 全部都达到了极限输出的程度 若是这一招再无法继续压制一波帝奇 那萧尘恐怕都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眼看着帝奇一步一步地踏碎虚空 击破萧尘的分身拖延 而强撑着走了上来 时间也是越发的紧迫 越发的强力 我来到了 我来到了 我看看你这个小兔崽子 这一次还有没有分身了 你不是能耐吗 我现在就要宰了你 我看看你 还有什么办法能耐 被我守死吧你 话音刚刚落下 萧尘也同样冷哼了一声 那倒未必 真正受死的是谁 还说不定了 武神强踢 一招志强仙术出来 狠狠踹在了帝奇的胸口之上 轰个一声 超强的能量一下子 踹死了帝奇的胸腔骨头 并且带着他一路狂奔 朝着外面倒飞出去 帝奇狠狠喷出一口鲜血 脸都扭曲了起来 很显然 他根本没有想到 萧尘的实力竟然会如此之强 强大的简直让他无法想象 这个家伙实在太过妖孽 太过妖孽了 妖孽的让人无法接受 这边 地灵正在和洪雅全力分战 忽然之间看到自己的兄弟 被萧尘一脚踹得满天飞 下巴都掉了一地 帝奇 他怒吼一声 一招震退洪雅 拼命朝着萧尘攻击过去 洪雅一脸震惊 怎么也没有想到 萧尘一个刚刚踏入魔神之境的存在 竟然能够打得帝奇毫无还手之力 打成重创 这简直就是太过耸人听闻了 事实上不仅仅是他 就连其他所有人都被这一幕 给震惊的目瞪口呆无法言语 然而 就在洪雅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已经晚了 不好 他瞳孔一缩 立即想要冲击上前 但是 帝灵已经攻击到萧尘的身上 轰的一声 一招超强攻击 当场将萧尘给活生生的轰飞出去 帝奇 洪飞萧尘之后 帝灵抱着帝奇 面色痛苦到极点 这可是他的同胞兄弟 而且还是和他一起修炼了数万年 达到万语魔神境地的同伴 如今竟然被萧尘给打得都快报废了 换作是谁 谁不心疼啊 报 报 你别说话了 兄弟 好好静养 我来帮你报仇 话落 帝灵将帝奇收入自己的空间之中 而他则是死死地盯着萧尘 你这个臭小子 今天我若是不杀了你 我都不叫帝灵 我都对不起我的兄弟 萧尘捂着夜下肋骨 脸色冰冷地紧盯着他 有种的刚刚怎么不单挑 后席算什么本事 少跟我废话 今天我杀定你了 就算大罗菩萨来了 也救不了你 话音刚刚落下了 红雅便立即挡在了萧尘和帝灵的中间 帝灵 你这畜生休想得逞 有我在 不会让你有机会 动他一根汗帽的 哼 帝灵冷哼了一声 无所谓 既然你要陪着这个小白脸 那就让我一下子 把你们两个都给宰了 让你见识见识 我真正的实力 话落 帝灵的实力 竟然开始陡增起来 红雅当节脸色大变 早就听说 你们两兄弟 可以融合而为一 整体战斗力 可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 没想到 竟是真的 完节篇 萧尘和红雅 会合力斩杀那两个魔神之境的强者 但是斩杀了之后 萧尘两人会被传唤到魔神联盟 魔神联盟就是那个先人创立的 所以 当萧尘过去的时候 自然而然也就被发现了 对方抓住了银河系 萧尘为了拯救朋友 只能选择入魔 入魔之后 他拥有了和先人一样的力量 灭了对方 但是 因为他本身已经被祖先脆体 是先人体制 所以他也可以去仙界 这一点没有人知道 萧尘灭了对方之后 前往仙界 回到家族 任祖归宗之后 对方那个先人家族也来找麻烦 萧尘一一破解 并且在这之中 逐渐提升自己的势力和能量 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强的存在 然后 有家族危机 各种麻烦 炼丹升级 最后 萧尘达到了最强者的修为 打遍天下无敌手 又解开了很多奥秘 比如柳云轩和萧尘的身份 前世就是恋人 也是大能 继而一家人幸福美好的生活在了一起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